第1061章混沌丹田 击碎丹田 破茧重生 危险重重 只有五层的机会 最终子灵和白灵也选择同意这个办法 按照龙府所说 龙奥已经在剑道意图上有所小成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子灵或者白灵 借助本源剑气强行破开龙奥的丹田 以剑气重聚丹田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三人的做法 不知道会不会被直接吓死 击碎丹田 重聚丹田 从而破茧重生 这样的举动 简直太过疯狂了 子灵和白灵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两人的意思其实都很简单 那就是该谁去做这件事 两个剑灵心里很清楚 强行破开丹田 要是不成功的话 龙奥必死无疑 姐姐 你来吧 白灵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 姐姐的实力和掌控力 都要远远凌驾于她之上 强行击碎丹田 姐姐的把握更大一些 对于妹妹的意思 子灵又何尝不知道 点点头 表示同意 来到龙奥面前 子灵也没有丝毫的迟疑 化作一团紫色流光 瞬间进入龙奥的体内 龙奥丹田内 龙印空间已经消失 子灵似乎有些凝重 这样的事情 她还是第一次做 是否能够成功 还是一个未知数 希望能够顺利 龙奥 击碎丹田 破茧重生 虽然危险重重 甚至九死一生 一旦成功 对你有着无法想象的好处 希望你自己努力 说完这句 子灵没有继续说下去 本源剑气 也就是所谓的本尊剑气 子灵准备动用最强悍的一剑 一次性搞定丹田 因为这样的话 龙奥成功重聚丹田的机会 才会更大 深深呼吁一口气 枉然间 子灵突然化为一道紫色剑气 释放出恐怖的剑气 要是慕容归纳在这里 感受到这股剑气的恐怖 相信也会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剑气狠狠地撞击在丹田上 龙奥没有丝毫的反应 丹田几乎处于最削弱的状态 更何况还是子灵的最强一剑 这一剑下去 一直昏迷不醒的龙奥 突然间战斗一下 紧接着丹田破碎 消失得无影无踪 子灵离开丹田 出现在独院内 未美 我们现在相助龙奥重聚丹田 白灵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点点头 准备帮助龙奥重聚丹田 龙福则是退到一边 着急地等待着 希望主人能够重聚丹田成功 但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被击破丹田 狂震不已的龙奥 整个身体表层出现血红色气罩 就好像被鲜血包裹住一般 本来想要相助他重聚丹田的子灵和白灵 却被血色气罩硬生生地反击而回 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子灵 白灵和龙福都有点傻眼 因为他们不知道龙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好端端的会出现一层血色气罩 太诡异了 血色气罩无比强悍 就算是子灵和白灵都无法近身 按照正常情况下 龙奥体内的丹田被强行击碎 已经算是陨落 不过子灵和白灵乃是强大的剑灵 要是及时相助龙奥重聚丹田 也有五层的机会 但是现在呢 主人的血脉 血脉 对于龙奥的血脉 子灵和白灵也有所好奇 因为身为强大的剑灵 他们当然知道 龙奥的血脉很不寻常 不过就算如此 血脉和丹田又有何联系 更何况 龙奥的血脉已经被封印 如今又是怎么回事 龙奥的血脉已经被封印 但是现在 血脉气罩如此强悍 我们根本无法近身 按照龙奥的情况 耽误下去 重聚丹田无望 只有死路一条 听到此话 白灵差点晕倒 本来还有五层机会 就是血脉气罩突然出现 百分之百没机会了 丹田重聚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龙奥没有说话 静静地站着 因为这种情况 就算是他都万万没有想到 也同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办 快想想办法 白灵很是着急 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试问 还有何办法 据实上 龙奥静静地躺在上面 就好像死了一般 整个人一动不动 全身上下 被血脉气罩笼罩 散发着极其强悍的血腥之味 龙奥体内 刚刚被击碎的丹田 已经被血液彻底霸占 按照正常情况下 丹田一旦被击碎 必死无疑 不要说龙奥 就算是天道 丹田要是破碎 同样会陨落 神秘空间 一片混沌 龙奥静静地站在空间内 看着四周一片灰蒙蒙 很是好奇 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 龙奥 你的丹田终于破碎 现在我以混沌之力 帮你重聚混沌丹田 希望你能够加快修炼速度 混沌丹田 这是什么东西 和自己说话的又是何人 你是何人 我是何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何人 龙奥 我期待你的成长 有很多事 你必须完成 还没有等龙奥继续问下去 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说话 缓缓地睁开双眼 看着面前的三人 很是好奇地问道 你们干什么 看到猛然睁开双眼的龙奥 三人都是大吃一惊 一副活见过的样子 龙公子 你没事 从巨石上走了下来 龙奥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 笑着说道 当然没事 多谢你们帮我破开丹田 龙奥直到现在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已经破碎的丹田 会无缘无故地重聚 对方好像说是什么混沌丹田 不知道混沌丹田到底牛不牛 三人本来想问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龙奥明显不想说 三人也很逝去 谁也没有开口问 龙府返回龙印 并且重新入住丹田 这一刻 龙奥重聚的混沌丹田 和之前的丹田 没有什么区别 就算是龙府 似乎也没有发现 其中的不同之处 龙奥 子灵 这次多谢你 但我却无可奉告 看了一生 子灵没有继续逗留 直接返回诸神界内 独院内 只剩下龙奥和白灵两人 第1062章 你不要反抗 龙公子 你真的没事了吗 白灵还是有些担心 不管怎么说 几岁丹田意味着什么 他心里很清楚不过 不要说龙奥 就算是天道 或者其他超级强者 丹田要是破碎 也是必死无疑 刚刚他和姐姐 还准备借助强大的剑气 相助龙奥重聚丹田 结果却万万没有想到 龙奥自己不仅恢复 并且已经重聚丹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是白灵 也非常的好奇 想要知道龙奥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对于白灵心中所想 龙奥又何尝不知道 灵世传音 就算龙符和子灵都无法听到 白灵 有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独处 你姐姐和龙符却听不到 也看不到我们 恩 很是好奇 不知道龙奥想要如何 不过白灵很是相信龙奥 低头想了想 点点头 同样灵世传音道 有 你不要反抗 还没有等龙奥反应过来 已经被一道白色剑气笼罩 身体消失在原地 一个神秘白色剑气空间内 龙公子 这里是我的本源剑气空间 不管是我的姐姐还是那个人 都无法看到我们 也无法听到我们所说的话 好强大的剑气空间 白灵平常时刻不会泄露自己的实力 不过龙奥却很清楚地知道 白灵的实力非常恐怖 就算是龙笛天等人 是否能够抗衡白灵都是一个未知数 奈何白灵受了重伤 无法恢复巅峰时期的实力 白灵 刚刚你和你姐姐帮我重聚丹田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突然进入一个神秘空间 有个人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 紧接着 我的丹田重聚 龙公子 你仔细说说 书也奇怪 龙奥并没有打算将此事告诉龙符 还有子灵 三个人之中 他只选择白灵 龙符 龙奥很清楚 要是龙天和太古神龙重生 龙符选择谁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何况 龙符虽然将他当作是主人 要是他没有用处的时候 龙符还会如此吗 毫无疑问 龙符一定会选择放弃他 从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对于这一点 龙奥很是不舒服 正是如此 龙奥已经决定 有些事情 该隐瞒就要隐瞒 他必须改变这一点 主人就是主人 龙符必须服从 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龙奥没有丝毫的隐瞒 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时的讲了出来 甚至刚刚凝聚的混沌丹田 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听完之后 白灵的脸色已经震惊到了极点 龙公子 混沌丹田 虽然我从未见过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你所凝聚的混沌丹田 恐怕是世上最强悍的丹田 对于这一点 龙奥似乎已经猜到 他不是想要知道这些 至于和龙公子说话的神秘人 我不知道 不过想来应该是非常强悍的人 龙公子 你一定要好好利用混沌丹田 可以练化一切 并且修炼速度 可以提升数十倍以上 深深叹息一生 问了等于白问 还是不知道神秘人到底是谁 龙公子 我知道你很想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想说一句 现在知道又能如何 还不如安心修炼 等到你的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 有些事情 自会搞清楚 你说呢 你说得很对 白灵 此时我希望不要泄露出去 虽然不知道龙奥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白灵还是点点头 表示同意 两人离开本园建起空间 紧接着 白灵化作白光返回诸神剑内 主人 嘴角慢慢勾起一丝冷笑 对于龙奥的召唤 龙奥进入龙印空间内 开门建山地问道 龙符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刻的龙符 看不出有丝毫的问题 主人 我想问问你 刚刚你是如何重聚丹田的 果不其然 龙符越是如此 龙奥越是有所防备 因为谁也不知道 龙符何时会离开 或者是寻找下一个主人 如今的龙奥 已经不是以前的龙奥 龙奥当然不会实话实说 只是随随便便找了一个借口 将此事搪塞过去 从头到尾 龙符都没有丝毫的怀疑 因为一直以来 龙符都以为自己彻彻底底抓住了龙奥 口里喊着主人 龙符将龙奥真正当作是主人了吗 但从一点 龙符要是将龙奥当作是真正的主人 那么就不会一口一个老主人 毕竟他的主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龙奥 龙符 你有没有办法 能够让我的修为以最快的速度 提升到黑极大地境界 紫极大地境界和黑极大地境界 虽然只是相差一个等级 但两者的实力却不能同日而语 龙奥非常着急 尤其是这次家族危机 要不是他及时赶回 并且动用九真风神和时空转文 相信这一刻的家族已经全部被覆灭 到时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非常需要实力 无论动用什么办法 主人 还是那句话 想要快速提升实力 只能借助你的荒芜圣体 不断吸收力量 不过这样做 日后总有爆发的一天 龙符没有把话说完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龙奥没有继续问下去 离开龙印空间 龙奥并没有出去 而是将爷爷和父亲叫了过来 奥尔 你没事了 摇摇头 龙奥笑着说道 没事 之前只是一个意外罢了 看到奥尔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但不管是龙昊石还是龙翼 心里都很清楚地知道 奥尔一定有什么事情 只是不愿意告诉他们罢了 奥尔既然不愿意多说 两人也没有多问 因为奥尔的情况已经不同 有些事情该问 有些事情却不该问 爷爷 我有件事想要问问你们 希望你们如实回答我 看到奥尔说得如此凝重 龙昊石和龙翼也非常惊讶 龙昊石点点头 说道 只要我知道的 就不会瞒你 奥尔 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1063张杀回去 真是知谜 这次回来 大难不死 龙昊肯定会搞清楚 到底是谁封印了体内血脉 不知道为什么 龙昊总是感觉此事有点不对劲 数年前 他还只是吃火镇龙家的一个废物 无人问津 试问 谁会闲着蛋疼 跑来封印他体内的血脉 更何况 对方还是一位踏上五道巅峰的超级强者 爷爷 我体内的血脉被封印了 龙昊石和龙翼似乎没有反应过来 两人一脸的茫然 不知道龙昊说的是什么意思 龙昊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将血脉被封印的事情 一五一时的讲了出来 听完之后 龙昊石和龙翼也是大吃一惊 五道巅峰强者封印血脉 奥尔 你的意思 爷爷 当今世上 只有两人达到五道巅峰境界 一个是天道 另外一个是神算子 天道不可能 至于神算子 龙府已经说过 不是神算子 既然不是两人 他实在想不出来 会是谁封印了他体内的血脉 爷爷 天道和神算子都不可能 秘密就在家族 所以我想问问 关于家族的事情 点点头 对于奥尔话中的意思 龙昊石心中又何尝不知道 有些无奈 龙昊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至于家族的秘密 他知道的就这么多 就算如此 也同样不知道 到底是谁封印了奥尔体内的血脉 龙昊石和龙翼都没有说话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一丝无奈和惊讶 爷爷不知道 父亲肯定也不知道 龙昊很清楚 在家族之中 知道内幕的人最有可能的两个人 都不知道的话 那么他实在想不出来 到底还有谁 能够告诉自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来自己的身世之谜 暂时是搞不清楚了 老祖宗 等到老祖宗轮回成功 那么只有问问老祖宗 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这次强行动用九真风神和时空转轮 后果极其的可怕 稍有不慎 就会丢掉性命 距离龙宗不算太远的山峰 半山腰一处极其隐蔽的山洞内 直到此刻 冷漠和孤霜都有些后怕 整整三天都不敢离开山洞 身为神道武者 却被龙傲喝走 此时要是传出去 他们的颜面何存 龙傲的修位 我可以保证 肯定没有突破神道境界 但却如此强悍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龙傲动用了某种秘术 孤霜很是赞同的点点头 他也实在想不通 龙傲的实力为何如此强悍 那一见 直到此刻都记忆犹新 简直太可怕了 龙傲进入龙氏家族的时候 还只是清集大帝武者 就算修炼的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数月时间 就从清集大帝境界 直接突破到了神道境界 我们没有成功覆灭龙宗 甚至没有斩杀龙傲 此时一旦传到大长老耳朵里 我们该如何交代 摆摆手 冷面考虑的不是这一点 而是龙傲的真正实力 龙傲挥出的一剑 我几乎可以断言 就算是天神武者清灵 也无法抵抗 太可怕了 要是我们现在杀回去 说不定能够有意外收获 杀回去 听到老公的话 孤双喝了一跳 龙傲的实力摆在那里 他们两人联手 都不敢接对方一剑 这次要是杀个回马枪 万一栽了 恐怕有去无回 看到孤双不说话 冷面又何尝不知道 其实在冷面心里 也有点忌惮 要真是杀个回马枪 他还未必敢回去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返回家族 将事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给大长老 该如何处置 我相信大长老自有病断 我们何必烫这趟洪水 还没有等冷面说话 孤双继续说道 我们和龙傲本身没有多大仇怨 只是大长老吩咐下来而已 龙傲有事 我们杀了龙傲皆大欢喜 要是龙傲没事 我们岂不是有去无回 我 孤双深深叹息一声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 不过我始终感觉 为了大长老的私人恩怨 我们冒生命危险 值得吗 对于妻子的意思 冷面同样知道 去 还是不去 你刚刚也说了 我们这次既没有覆灭龙宗 也没有斩杀龙傲 一旦回去 如何向大长老交代 冷面的脸色极其的苦闷 本来铁板钉钉的事情 却万万没有想到 情况突变 不仅没有覆灭龙宗 还差点被龙傲所杀 对于大长老的性格 不管是冷面还是孤双 心里都是清清楚楚 此事没有办成 一旦被大长老知道 就算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到时候受到惩罚也非常平常 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一时之间 冷面和孤双也不知道 该如何选择 山洞内 静悄悄的 谁也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两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冷面的脸色很是难看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 自己两人到底该怎么办 想了想 冷面深深叹息一声 无奈地说道 你说得很对 我们和龙傲本来就没有 多大的恩怨 只是为了大长老的私人恩怨 要是搭进去我们两人的性命 实在有点不值 听到冷面的话 孤双心中顿时一喜 他就害怕自己的老公返回去 要是不走运 龙傲没事的话 他们还真是有去无回 到时候就算他们想要离开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次 两人为了逃命 强行动用血脉 已经受了重伤 这个时候回去 岂不是白白送死 虽然我们不回去 但也不能返回家族 先给大长老带回去消息 就说我们不杀龙傲 是不甘休 相信大长老应该会同意 好 对于冷面的意思 孤双很清楚 要是就这样返回家族 到时候肯定会受到惩罚 与其回去 还不如留下 找个机会除掉龙傲 到时候将功补过 这样的话 返回家族 不仅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说不定还会得到奖赏 第1064章共同敌人 天武大陆 龙氏家族 一处密室之内 得到消息的龙行 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龙行万万没有想到 龙傲突然离开龙氏家族 就是为了返回九州大陆 去相助自己的家族 他应该早就想到的事情 为何偏偏遗漏了 说到底 从头到尾 龙行就没有将龙傲放在眼里 一个小小的子级大帝武者 能够翻出多大的烂花 结果呢 根据冷面和孤双带回来的消息 龙傲一见秒杀百位大帝武者 就算是他们两人 也重伤离开 以龙傲的实力 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冷面带回来的消息 龙傲肯定是动用了某种实力 强行提升实力 否则的话 龙傲肯定无法做到这一点 不要说对战两位神道武者 就算是大帝白及大帝武者 都未必能够胜出 到底是什么秘术呢 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龙行很清楚 这次没有成功覆灭龙宗 也没有斩杀龙傲 此事迟早会泄露出去 单单是一个龙傲 他会放在眼里吗 如今的问题 龙傲背后有着组长撑腰 此事要是被组长放大化 自己会有很大的麻烦 正是如此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此事不能传到族长耳朵里 龙行没有继续派人 因为他很清楚 龙傲的突然离开 族长一定会注意 这个时候选择继续派人出去 简直就是不理智的做法 龙傲要真的动用秘法 那么单凭冷面和孤双两人 足以搞定龙傲 还是那句话 没有十足的把握 龙行不会轻举妄动 九州大陆 风云变幻 如今的九州大陆 可以说指一家独大 那就是舞者联盟的分支 也就是所谓的幽冥府 幽冥府是舞者联盟分支的事情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九州大陆 原本是四家鼎立 分别是东皇城 西三级龙家 南幽冥府 北飘渺宫 自从幽冥府有着舞者联盟支持后 其他三家几乎不战而降 如今 皇城 龙家和飘渺宫虽然还存在 却是是以幽冥府马首是瞻 正所谓不看幽冥府 也要看看舞者联盟的强大实力 魏央 幽冥府最强者 同时也是神道舞者 一般情况下 舞者联盟不会插手九州大陆的事情 全全交给幽冥府处理 幽冥府 幽冥府府主魏莫 还有神道舞者魏央 坐在大殿上守卫 看着面前的两人 问道 不知道两位前来我幽冥府 所谓何事 来的人 正是冷面和孤双 舞者联盟和龙氏家族虽然没有太大的仇怨 但身为十方鼎立 两家一直明争暗斗 谁也不服谁 并且 舞者联盟和龙氏家族 没有特殊情况 一般不会有所联系 要是没有舞者联盟作为后台 魏央和魏莫还真会害怕 不过现在 不管是魏莫还是魏央 都没有丝毫的距离 因为两人很清楚 九州大陆已经算是舞者联盟的地盘 除非龙氏家族想要挑起两家之间的战斗 冷面和孤双的来意义很是简单 单单靠他们两人的力量 他们还真不敢杀回去 而大长老的意思送道 不会派任何人前来 按照这种情况下 他们两人必须靠着自己的力量 去解决龙傲和龙宗 冷面和孤双不是傻子 既然有这么现成的力量 为何不好好利用 开门见山 魏央 魏莫 我知道你们一直有个敌人 实不相瞒 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目标 不如我们联手 一起铲除龙傲和龙宗 你们意下如何 原来如此 其实魏央和魏莫早已经猜到两人的意思 毕竟两人前往龙宗 被差点灭杀的消息 已经传遍整个九州大陆 天舞大陆不知道 九州大陆肯定会知道 两位 我想问问 我为何要帮你们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叫了笑 魏央脸上的表情很是诡异 不说话 至于是什么意思 谁也不知道 魏央 只要龙宗在一天 你们幽冥府想要彻底称霸九州大陆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龙傲 你们之间的恩怨 不用我多说 等到龙傲强大起来的时候 龙傲会放过你们吗 魏央和魏莫依然没有说话 不过两人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 正如两人所说 龙傲和幽冥府之间的恩怨 尽人皆知 要是龙傲真的变强大起来 难道会放过幽冥府吗 毫无悬念的事情 魏央 我们龙氏家族和武者联盟 不管有什么恩怨 现在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敌人 那就是龙傲 杀了龙傲 对我们两人有好处 对你同样有好处 并且 我们龙氏家族的大长老 同样会感谢你 大长老 听到对方提起的龙氏家族大长老 魏央和魏莫喝了一跳 两人当然知道大长老意味着什么 就算是龙氏家族的大长老 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要是能够让大长老欠他们一个人情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要说不开心 那肯定都是骗人的 魏央 我的话已经说到这里 你们是否愿意帮忙 一起对付龙傲 冷面和孤双蚁退为敬 没有继续说话 因为两人很清楚 要是魏央不愿意帮忙 他们就算磨破嘴皮子也于事无骨 要是魏央愿意帮忙 那么就算不说到此为止 相信魏央也会同意 整个大电竞悄悄 双方都没有多说话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不知道过了多久 魏央突然说到 帮你没有问题 但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灭了龙宗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属于我们 第二个条件 此时必须要让大长老知道 你要是同意我的两个条件 我就同意相助你 如何 魏央提出的两个条件 不过分 对于这一点 就算是冷面和孤双也知道 要是难度太大 他们也做不了主 看来魏央也想搞病龙傲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冷面没有废话下去 点点头 同意下来说到两个条件 我们都答应了 第1065章权杖之危 九州大陆 龙宗 龙傲相安无事的消息 已经传遍整个龙宗 一时之间 龙宗上下欢腾飞舞 一个个开心的不得了 不过这一刻 龙浩石等人的脸色非常凝重 因为幽冥府的异动 他们已经知道的清清楚楚 幽冥府 如今九州大陆真正的霸主 就算是龙宗 都无法抗衡幽冥府 不管怎么说 龙宗的牵余人 还未曾练化神道传承 成就神道武者 奥尔 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 冷面和孤双找到幽冥府 魏央也已经同意 相助两人一起对付我们 无形之中 龙傲已经成为龙宗最高负责人 幽冥府 对于幽冥府 龙傲比谁都要了解 当初他和幽冥府打的你死我活 要不是因为自己运气好命大 说不定现在已经被幽冥府弄插了 奥尔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龙傲时的脸色很凝重 冷面和孤双已经够他头疼的了 现在又加上一个幽冥府 他们能够抗衡吗 爷爷 此事交给我 奥尔 有把握吗 对于奥尔之前使出的那一招 直到此刻 龙傲时还心有余悸 就算是龙宗覆灭 他也不愿意孙子继续冒险 爷爷 放心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龙傲时也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下午 龙傲起身离开龙宗 朝着幽冥府而去 以他现在的速度 最多一个时辰 便可抵达幽冥府 龙傲和幽冥府之间的恩怨 众所周知 想要光明正大的进入幽冥府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央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整个大殿 只有魏央一个人 听到突然传来的声音 魏央没有丝毫的惊讶 因为他已经猜到 龙傲肯定会来找自己 术到底 龙傲还是忌惮幽冥府的实力 也正是如此 魏央越发的可以肯定 龙傲一见覆灭百余 为大地舞者 只是借助某种秘书罢了 想要抗衡神道舞者 似乎还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央心里笑了 他最是期待这件事 龙傲必须死 这样的话 他不仅可以铲除一个大患 更加可以卖给龙氏家族 大长老一个人情 一件双雕的事情 龙傲 既然来了 现身吧 魏央的话刚刚说完 龙傲已经出现在大殿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人影 魏央笑了 问道 龙傲 你明明知道 我和冷面孤双已经联盟 为何还要前来 这一点 魏央确实想不通 龙傲难道不怕死 子及大地境界 只是瞬间 魏央就已经感应到龙傲的真实实力 这样以来 魏央越发的有信心起来 魏央 我可以断言 你不敢相助冷面和孤双 不 魏央当然不会选择相信龙傲 在他看来 自己有何不敢 难道对方是舞者联盟盟主 说到底 魏央根本没有将龙傲放在眼里 对于这一点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废话少说 龙傲速战速决 直接从怀里取出一块权杖 上面散发着一种很奇特的气息 环绕着整面权杖 王主令 看着龙傲手中的黑色权杖 魏央似乎有点不太相信 魏央 幽明府最高负责人 同时也是舞者联盟的人 对于盟主令 一点都不感到陌生 见盟主令 犹如见盟主 龙傲手里为何会有盟主令 魏央想不通 不过盟主令意味着什么 他心里最清楚不过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立刻跪下 朝着盟主令行礼 接着站了起来 问道 龙傲 这面权杖 你从何而来 你猜呢 我猜 猜你妹 要不是龙傲突然拿出盟主令 相信这一刻的魏央 已经出手 不过盟主令面前 魏央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龙傲要是真的认识盟主 那麻烦大了 对盟主令出手 就相当于对盟主出手 这要是被武者联盟知道 那还了得 正是如此 魏央很清楚 他如今的重要目的 就是搞清楚 龙傲手中的盟主令 到底是从何而来 龙傲 我再问你一遍 你手中的盟主令 到底是从何来 摇摇头 龙傲笑了笑 数月前 我在舞者联盟 盟主亲自将这面权杖交给我 并且说了 无论何事 只要我拿出这面权杖 便可以调动任何舞者联盟分支的力量 魏央 我现在问你 幽冥府可属于舞者联盟的分支 属于 这一点 魏央还是不敢乱说的 那这种事情开玩笑 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 否则的话 一旦此事被舞者联盟知道 他和幽冥府都必死无疑 魏央不愿意相信龙傲刚刚所说 不过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龙傲所说 都是真的呢 龙傲 你想如何 想来想去 魏央还是不愿意冒险 最终 只能选择妥协 龙傲要真的和盟主认识 那么自己也可以借助龙傲往上爬 为了恩怨和两人 魏央可不愿意冒险 魏央不是傻子 心里很清楚 既然盟主能够将盟主令给龙傲 这本身已经说明 龙傲和盟主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 要是能够讨好龙傲 岂不是可以攀上盟主这棵大树 王主 舞者联盟最高存在 魏央 我们打开窗户说亮话 你我联手 铲除冷面和孤双 此事万万不可 幽冥府乃是舞者联盟的分支 相信你已经知道 我们要是对付冷面和孤双 岂不是向龙世家族开战 要真是如此 一旦有所麻烦 我的麻烦会很大 龙傲 我只能答应你 你们之间的恩怨 我们幽冥府不会插手 如何 无耻 魏央还真是无耻到了家 龙傲根本无视魏央 因为他这次前来 目的就是要借助幽冥府 对付冷面和孤双 因为以他的实力和龙宗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斩杀冷面和孤双 之前他一箭抹杀百位大地武者 喝走两位神道武者 只是借助九真封神的力量 难道为了斩杀冷面和孤双 再来一次九真封神 有着现场的不用 除非是自己脑子进水 第1066张羊入虎穴 魏央 最后一句 行还是不行 龙傲没有多说其他废话 看着魏央不吭气 龙傲转身就准备离开 心中冷笑连连 龙傲算准 魏央肯定会答应自己 毕竟自己手中的盟主另摆在那里 果不其然 龙傲等等 魏央 我没有时间多等你 魏央的脸色极其的难看 他心里简直就想要将对方大谢八块 不过对方手中始终有着盟主令 他不敢 真心不敢 龙傲 我答应你 龙傲心中大笑不已 不过脸上却是平安如水 转过身 笑着说道 魏央 今日的相助 我一定铭记于心 他日我会还给你 摆摆手 魏央一脸的不爽 龙傲 废话少说 你要我怎么做 笑了笑 龙傲也没有多说废话 道 魏央 以你的实力 以一敌二的情况下 你斩杀了面和孤双 有多少把握 都是虚神境界 不过虚神境界也有强弱之分 这点龙傲很清楚 龙傲 要是一对一的情况下 我还可以勉强斩杀其中一人 想要以一敌二 同时斩杀两人 我做不到 恕我无能为力 这一点 魏央的确没有说谎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来之前 龙傲已经想过此事 他不可能让魏央以一敌二 同时面对冷面和孤双两人 就算他愿意 相信魏央也不会同意 魏央 你对付孤双 剩下的冷面我来对付 如何 咦 似乎有些惊讶 因为在魏央看来 对方根本不可能做到 冷面是神道武者 哪怕只是虚神武者 也不是龙傲能够抗衡的 毕竟神道武者和大地武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不能相提并论 一看魏央的表情 龙傲就已经知道 魏央心中所想 不要说魏央不相信 此事换做其他人 同样不会相信 龙傲 我同意了 魏央和龙傲达成协议 严格来说 魏央之所以同意下来 都是因为龙傲手中的盟主令 龙傲没有离开幽冥府 按照龙傲的意思 那就是在幽冥府内 直接斩杀了面和孤双 这样以来 就算日后此事泄漏 龙氏家族也不会将此事怪罪在自己头上 至于龙杭 知道是否 都是一个样 龙傲很清楚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和整个龙氏家族抗衡 刚开始 魏央根本不同意 毕竟此事一旦泄漏出去 尤其是被龙氏家族的大长老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 难道舞者联盟真的会为了自己 去和龙氏家族开战吗 要是此事泄漏出去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 不过还是那句话 龙傲手中有着盟主令 无奈之下 魏央只能选择同意 不过还是防止此事泄漏出去 魏央封锁消息 此事只有少数几人知道 并且 魏央已经告诉几个人 此事一旦泄漏出去 无论是谁 格杀勿论 第二天 清晨的曙光照耀在整个大地上 魏央亲自邀请冷面和孤霜前来 从头到尾 冷面和孤霜都万万没有想到 魏央会背后捅刀子 否则的话 两人还敢前来吗 踏入幽冥府 幽冥府内 魏央 你这么着急请我们前来 可有办法对付龙傲了 虽然双方联手 不过冷面和孤霜 还是不敢随随便便前往龙宗 之前龙傲挥出的那一件 威力实在太强大了 心有余悸 正是如此 冷面和孤霜一直想着办法 看看如何对付龙傲 两位 实不相瞒 我已经想出对付龙傲的办法 有些惊讶 冷面和孤霜惊喜不已 两人一口同声 急切地问道 什么办法 很简单 按照你们之前所说 龙傲借助强大秘术 一见秒杀数百位大地武者 就算你们两人 都无法抗衡 要是我们强行前往 龙傲要是来得同归于尽 我们就算杀了龙傲 命陪在那里又能如何 对于这一点 冷面和孤霜又何尝不知道 正是因为龙傲的秘术 他们才不敢去 之前龙傲的今天一见 实在太过恐怖了 要不是因为自爆血脉 他们想要顺利离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央 到底是什么办法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将龙傲成功引入幽冥府 啊 听到魏央的话 不管是冷面还是孤霜 都是喝了一跳 因为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龙傲就在幽冥府内 两人很是好奇 魏央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 居然可以将龙傲引到这里的 冷面和孤霜都是老狐狸 两人瞬间有些警惕起来 因为按照幽冥府和龙傲之间的恩怨 除非是龙傲脑子进水 否则的话 龙傲不可能进入幽冥府 羊入虎穴 只有死路一条 魏央 我想问问 你是如何将龙傲引到这里的 一看冷面和孤霜的表情 魏央就已经知道 两人有了提防之心 不过魏央没有丝毫的异样 就好像没事人一般 说道 你们不相信我 不给两人任何开口的机会 魏央继续说道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为何还要与我联手 真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我现在就去让龙傲离开 两位也请便 大吃一惊 两人也是暗骂一生自己 幽冥府和龙傲之间的恩怨摆在那里 魏央不可能为了一个敌人 选择和自己两人作对 更何况 背后还有着一个大长老摆在那里 试问 魏央敢得最大长老吗 虽然魏央属于武者联盟 不过大长老想要斩杀魏央 乃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一点 他们两人知道 相信魏央也很清楚 除非魏央不知死活 否则的话 魏央不可能去帮助龙傲 从而选择对付他们 选择和大长老作对 魏央兄 你稍安勿躁 我们只是问问而已 我们真的很好奇 以你和龙傲之间的恩怨 我们很想知道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 居然能够将龙傲引到幽冥府来 冷面和孤霜已经消除警惕 因为两人想来想去 还是感觉此事有点不太可能 第1067章我猜你妹 冷笑一声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魏央已经决定对付冷面和孤霜 舞者联盟和龙氏家族 盟主和大长老 最终 魏央选择舞者联盟和盟主 而不是龙氏家族和大长老 在魏央看来 就算杀了冷面和孤霜 又有何人知道 斩草除根即可 只要封锁消息 相信龙氏家族一定会将这笔账 算到龙傲头上 到时候 龙氏家族铲除龙傲 对他没有丝毫的必处 正是如此 魏央随随便便找了一个理由 就将两人胡弄过去 至于冷面和孤霜 也相信了 因为两人还是不相信 魏央会和龙傲连起手来 一起坑他们两人 不要说两人 此事不管是谁遇到 恐怕都不会相信 龙傲这一招 正是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太狠了 魏央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还等什么 我就不相信 以我们三人联手之力 瞬间出手 龙傲就算想要动用秘书都不可能 说到底 冷面和孤霜 还是非常忌惮龙傲的秘书 尤其是那一件的恐怖威力 冷面和孤霜已经想好对策 就算龙傲的秘书强悍 只要他们瞬间出手 偷袭之下 相信肯定能够一级必重 要是冷面和孤霜此事传出去 一定会被人所耻笑 三位神道武者联手 对付一个小小的子级大地武者 却还要偷袭 这样的事情 天地间 恐怕还没有人能够做出来 神道境界和大地境界之间的差距 乃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要说一亿敌三 就算是一对一的情况 大地武者也不可能战胜神道武者 冷面 孤霜 我们三人同时出手 却不能同一方向 这是为何 很简单 龙傲的实力虽然不怎么样 但却太狡猾 谁也不知道 龙傲还有多少秘密 这次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万万不能失手 否则的话 放虎归山流后患 冷面和孤霜赞同的点点头 所以 我们以不同的三个方位 同时攻击龙傲 我就不相信 这样龙傲还不死 好 冷面和孤霜 连想都没有想 直接答应下来 正如卫央所说 这是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错失这次的机会 否则的话 一旦放虎归山 日后想要找到这样的机会 恐怕就难上加难了 卫央 冷面和孤霜 朝着幽冥府的独愿走去 不知道冷面和孤霜 是不是太过兴奋 根本没有注意到一点 按照正常情况下 幽冥府身为舞者联盟分支 又是九州大陆的霸主 不可能如此安静 一路走来 不要说一个人 就算是一个鬼都见不到 但是现在呢 三人一路而来 没有见一个人 要是平常时刻的冷面和孤霜 相信早就发现事情的不对劲 独愿内 龙傲的的确却就在 不过却是以气息凝聚成的假象 要不是静在眼前观察 相信还真无法感应出来 果然在 看着独愿内 作者的龙傲 冷面和孤霜已经确认 心中惊喜连连 因为两人心里很清楚 这一刻的龙傲 没有丝毫的警惕之心 也正是出手的最好机会 一旦错失 日后想要找到这样的机会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出手 点点头 这个时候 冷面和孤霜突然冲了出去 至于魏央 确实原地不动 大事不好 我们撤 看到魏央居然没有出手 冷面和孤霜就已经发现 事情的不对劲 直到此刻 两人都想想不通 龙傲和魏央为何会联手 可要知道 两人之间有着生死之仇 这一点 整个九州大陆众所周知 不管是何人和龙傲联手 都不应该是魏央 这尼玛简直太疯狂了 一个龙傲 已经让两人很是忌惮 如今又加了一个魏央 两人越发的蛋疼起来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两人转身 就准备离开 结果呢 两人进入一个灰蒙蒙的空间 一人一个 谁也看不到谁 正是龙傲布置下的幻阵 这一刻 冷面和孤霜已经震惊到了极点 两人虽然不是阵法师 但对于阵法 也有着一丝了解 两人几乎可以断言 他们已经进入了幻阵之中 更何况 两人也已经猜到 魏央和龙傲已经联手 吃里扒外的东西 两人虽然震惊 却也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开始破阵 幻阵外 魏央 我所布置下的两个幻阵 只能困住两人一时 却无法困住两人一辈子 所以 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 一人对付一个 魏央很是惊讶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龙傲的阵法之道 居然如此强悍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魏央知道自己无法拒绝 点点头 立刻进入幻阵 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 魏央对付孤双 剩下的冷面 则是由龙傲对付 看到魏央进入幻阵内 龙傲也没有丝毫地开启 同样进入幻阵之内 一人对付一个 幻阵内 看着突然出现的龙傲 冷面的脸色极其阴沉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因为他已经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冷声说道 龙傲 不得不佩服你 你居然能够和魏央联系到一起 不过我很好奇 以你和魏央的恩怨 你是如何做到的 直到此刻 冷面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还是想不通 按照龙傲和魏央之间的恩怨 龙傲到底是如何联系到的魏央 想来想去 冷面想不通 这样一来 对于魏央来说 到底有什么好处 冷面 你真想知道 废话 冷面狠狠地瞪了一眼 心想你嘛的 老子要是不想知道 干嘛问你 你猜 龙傲 我猜你妹 听到龙傲让自己猜 冷面差点崩溃 见过无耻的 却没有见过无耻的 对方简直无耻到了极点 真是不要脸 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冷面要说不忌惮 那肯定是骗人的 毕竟龙傲之前的今天一见 如今还历历在目 无法忘怀 第1068章 龙傲 你我没有生死仇怨 这一点 你可愿意承认 龙傲没有说话 我之所以如此 都是大长老的命令 龙傲依然没有说话 龙傲也想听听 冷面到底想要如何说 龙傲 这笔账 我们到此为止 我和我夫人立刻返回家族 从今往后 我们夫妇两人 不会踏入九州大陆一步 如何 今天一见 不可匹敌 想想都感觉后怕 要不是自爆血脉顿走 他们两人已经死在龙傲风 怕死 冷面始终怕死 正是因为如此 最终 冷面选择了妥协 龙傲会答应吗 冷面 你知道我的底线吗 冷面没有回答 因为他不知道 龙傲如此问 到底是什么意思 底线 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家族 不管我和你之间有什么恩怨 我都可以放你一马 唯独你动了我的家族 我不会容忍 你动了我的底线 所以 你必须死 这就是龙傲的底线 为了家族 为了家人 就算是死 龙傲也在所不惜 听到此话 冷面的脸色大怒 身为神道武者 被一个大地武者如此步步紧逼 此时要是传出去的话 他的颜面何存 就算是为了性命 这样委屈求全 神道武者的脸面也算是被他彻底丢尽了 龙傲 你欺人太甚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如何杀我 反正都是一死 冷面也算是彻底豁出去了 没有继续废话下去 一个剑步 整个人直接窜了出去 人味道 恐怖的气息已经先至 冷面的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速战速决 还是那句话 冷面非常忌惮龙傲的秘术 要是龙傲一个神经 真的动用了秘术 到时候他岂不是必死无疑 正是如此 冷面不打算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先准备借助气势压制对方 然后一级必中 不给龙傲丝毫的机会 对于冷面的意思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气势压制 要是凭真实实力 龙傲也许还会忌惮 想要气势压制自己 做梦吧 龙傲立刻释放出强大的剑势 已经融合天地气势 还有各种绝杀剂 这一刻的剑势非常恐怖 冷面原本以为 可以借助气势死死的压制对方 然后一级必中 却万万没有想到 他释放出的气势 却被龙傲的剑势反压制 吓了一跳 不过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难道要硬生生地撤回来 就这样 冷面硬着头皮狠狠狠地攻击而去 转眼间 两人已经狠狠地大站在一起 借助气势压制 龙傲刚开始还真给了冷面一个下马威 尤其是冷面非常忌惮 这样以来 前十招之内 龙傲步步紧逼 冷面不得不后退 不过差距始终都是差距 尤其是境界上的差距 其他东西还真没有办法弥补 冷面是神道武者 龙傲却只是子及大地武者 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 前十招还能够勉强抵挡住 十招开外 龙傲已经开始抵挡不住 要不是因为空间瞬移 相信早就死了 冷面心中顿时一喜 冷面很清楚 只要龙傲不动用秘术 那么想要斩杀自己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看来龙傲也非常忌惮秘术的反噬 所以越是如此 他越要速战速决 不能多耽误时间 否则的话 一旦龙傲动用秘术 自己能够抵挡住吗 消失不见 龙印空间内 龙福 你刚刚不是说 有办法帮我铲除冷面吗 孤双那边 龙傲没有丝毫的担心 按照魏央的实力 想要一一敌二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一对一的情况 魏央想要斩杀孤双 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所以 只要魏央还想在舞者联盟混 那么肯定会急杀孤双 毕竟自己手中有着盟主令 孤双不担心 那么剩下的冷面呢 以自己的实力 除非是动用九真风神 那么才有可能斩杀对方 不过龙傲还真不敢继续 动用九真风神 之前强行使出九真风神 从而击碎丹田 要不是因为某种神秘力量 帮助自己重聚混沌丹田 相信现在的他 已经陨落 主人 我的办法很简单 拖延时间 拖延时间 龙傲不是傻子 瞬间已经明白龙傲的意思 无非就是拖延时间 等到魏央搞定孤双之外 然后借助魏央的实力 继续对付冷面 一举两得的事情 按照现在的情况 龙傲知道 龙傲所说的办法 乃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 除此之外 想要斩杀冷面 太难太难了 最终 龙傲还是选择龙傲的办法 拖延时间 借助魏央急杀冷面 龙傲没有继续攻击 至于冷面 看到龙傲突然消失 也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开始破阵 以换阵的威力 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困住冷面 最多数分钟时间 不过这一切已经足以 以魏央的实力 在数分钟时间内急杀孤双 已经是绰绰有余的事情 当冷面破开阵法的时候 发现前方射来一团黑影 喝了一跳 龙傲少给我耍花样 冷面看来是非常忌惮龙傲 看到黑影闪烁 直接一掌狠狠地拍了出去 这一掌下去 黑影瞬间被分尸 啊 冷面已经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他刚刚杀了自己的妻子 看着面前的龙傲和魏央 冷面几乎崩溃 能够将一位神道武者逼成这样 龙傲也算是第一人 龙傲摆摆手 龙傲不想听对方多说废话 冷冷地说道 冷面 正所谓圣者为王败者为寇 当初我要不是及时返回来 相信我的家族已经被你所覆灭 而现在 你却亲手杀了你的妻子 我要是你 我会立刻自尽下去陪他 冷面不知道 龙傲和魏央却明白 孤双已经死了 是被魏央所杀 只是龙傲想要借助孤双的死 好好打击一下冷面 这样一来 本来能够发挥出十层力量的冷面 现在恐怕连七层的力量都发挥不出来 这就是心境问题 龙傲正是借助心境 搞死冷面 第1069章傀儡 龙傲 你杀我妻子 我不杀你 事不为人 摇摇头 龙傲一脸鄙视 嘲讽帝说道 我杀了你的妻子 冷面 你是不是不敢面对事实 不想承认 啊 冷面根本受不了 一声疯狂的吼声 紧接着 冷面直接朝着龙傲而来 龙傲没有出手 出手的却是魏央 这是龙傲之前就已经决定的事情 就是要借助魏央的实力 斩杀冷面 转眼间 魏央和冷面已经大站在一起 魏央和冷面都是虚神境界 不过魏央却是巅峰虚神 而冷面却是高级虚神 两人足足相差一个阶位 龙傲没有出手 只是冷冷地站在原地 观看两人一站 不得不承认 冷面的实力很强大 就算以为央的实力 想要斩杀冷面 也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 可要知道 孤双只是终极虚胜 和冷面的实力又相差很大 龙傲 好了吗 主人 值得吗 龙傲没有回答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如此做完全值得 龙傲的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将刚刚斩杀的 孤双炼制成为魂奴 虽然这个魂奴没有神道实力 不过龙傲只是想要 吓唬一下冷面罢了 搜的一声 刚刚已经被击杀的孤双 突然出现 这给冷面造成多大的震惊 想想都知道 阿的一声 还没有等冷面反应过来 魂奴一拳狠狠地急在魂奴身上 直接将其急杀 魂奴也算是够狠的 甚至连冷面的神魂都没有留下 这一刻 冷面和孤双全部被杀 从开头到结束 只是进行了数分钟时间而已 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 龙傲没有笑 也没有松口气 龙傲心里很清楚 就算杀了冷面和孤双又能如何 数据不好听的 不管是冷面还是孤双 只是傀儡了 只是大长老龙行的傀儡罢了 只要龙行不死 那么麻烦就会源源不断而来 对于自己的安危 龙傲不是很担心 唯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自己背后的龙宗 毕竟自己不可能每次都及时返回 退一万不讲 就算自己次次能够及时赶回 那么龙傲也不敢保证 自己能够次次相救龙宗 不管怎么说 这次冷面和孤双死了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相信龙行下次肯定会派出 更加强大的舞者前来 这样的话 龙宗的安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龙傲 此事我已经做到 希望此事不要泄露出去 心中冷笑 对于魏央的意思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别人也许不知道 他和魏央不可能不知道 冷面和孤双其实就是大长老的走狗 两人死了 一旦此事泄露出去 那么龙行会善罢甘休吗 魏央 你我之间的恩怨 我们日后再说 不过我希望我们的恩怨 能够由我们自己解决 我刚刚已经说了 龙宗是我的底线 如果你触动我的底线 那么无论是谁 我都会将其覆灭 去尼玛 魏央心里 根本没有将龙傲放在眼里 要不是忌惮龙傲手中的盟主令 魏央还会如此听话 龙傲 你手中拥有盟主令 我们日后不可能成为敌人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我这人很直爽 有话直说 不给龙傲任何说话的机会 魏央继续说道 我要是猜测的不错 你和盟主的关系应该不错 我希望你在盟主面前 能够给我每言几句 我不想继续留在九州 如何 龙傲没有说话 转身离去 至于是否答应 魏央根本不知道 看着已经渐渐消失的身影 魏央的脸色极其难看 自语道 龙傲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斩杀冷面和孤霜的第二天 消息已经传回舞者联盟 不是传回盟主或者其他人耳朵里 而是传回到黑莎的耳朵里 黑莎 实力深不可测 和明神的交情很是深厚 黑莎 同样也是魏央的师父 正是如此 魏央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唯独告诉了黑莎 因为他想确定 龙傲手中的盟主令 到底是怎么回事 魏央已经决定 龙傲手中的盟主令 要真的是盟主给的龙傲 那么他们之间的仇怨 就会一笔勾销 他也会尽量和龙傲修好关系 要是龙傲手中的盟主令是假的 只是龙傲从其他地方得到 那么无论如何 他都会斩杀龙傲 算是为了幽民府 也算是为了杀人灭口 雷洛 人神武者 也算是黑莎的部下 雷洛当初代表舞者联盟前来九州大陆 相助幽民府 搞定其他三大超级势力 从而称霸九州大陆 不过雷洛的实力摆在那里 只是相助罢了 完事之后 立刻返回天舞大陆的舞者联盟 九州大陆 幽民府 大殿内 雷洛大哥 你怎么来了 看到雷洛 魏央有点震惊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师父会派出雷洛前来 可要知道 在众多手下之中 雷洛算是师父最器重的一个人 魏央 大人这次派我前来 主要就是为了龙奥 你给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雷洛说得如此凝重 魏央也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龙奥手中的盟主令 151时的讲了一遍 听完之后 雷洛的脸色极其的难看 想来想去 雷洛好奇的说道 龙奥从未前往过武者联盟 至于龙奥是否认识盟主 不要说我 就算是大人的不敢确定 雷洛大哥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大人的意思很简单 先进观其变 以盟主的实力 不可能有人从他手中夺走权杖 所以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定 龙奥手中的盟主令 到底和盟主是否有关系 雷洛也很惊讶 搞得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此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龙奥手中的盟主令 真的是盟主所送 到时候自己一方岂不是很被动 也正是因为如此 菲莎再三嘱咐他 此时先进观其变 第1070章锋芒态路 进观其变 魏央也是深深叹息一声 看来就算是师父 也非常忌惮龙奥 不过想想也就释然了 不管做什么 龙奥手中的盟主令 代表着盟主清零 不要说师父 就算是武者联盟 更高级别的人来 同样也是忌惮不已 这就是盟主令的威力 顺利斩杀冷面和孤霜的龙奥 离开幽冥府 立刻返回龙宗 龙奥封内 龙奥刚刚返回 龙昊时就有些迫不及待地 问道 奥尔 事情怎么样了 龙昊时很是忌惮冷面和孤霜 不管怎么说 两人始终都是神道武者 只要一天不死 那么两人对于龙宗来说 始终都是很大威胁 对于爷爷的忌惮 龙奥又何尝不知道 爷爷 冷面和孤霜死了 死了 听到奥尔的话 龙昊时心中顿时一喜 至于奥尔是如何做到的 龙昊时没有多问 因为他知道 奥尔要是不愿意多说 相信就算他问 也是白问 奥尔 爷爷想要问你一件事 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我 爷爷 请问 其实 龙奥已经猜到爷爷想要问什么 果不其然 奥尔 这次你前往龙室家族 是不是和龙行发生了摩擦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看来爷爷已经知道此事 既然如此 继续隐瞒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接下来的时间 龙奥将自己和龙行之间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讲了一遍 其中的危险自动省略 孙子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龙昊时却很清楚 其中肯定是危险重重 不过龙昊时没有追问 奥尔 龙行的实力和身份都摆在那里 你如今得罪了此人 想过没有 你接下来要如何应对 龙行 龙是家族大长老 正如龙昊时所说 龙行的实力和身份摆在那里 单单是孙子的实力 就算加上龙宗 也是扯淡的事情 该怎么办 龙奥还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要是一般人 他还有十足的信心 唯一这个龙行 地位和实力都猛了点 想要短时间内搞定龙行 似乎有点不太现实 奥尔 爷爷知道你的想法 不过有些时候 该收敛也要收敛 锋芒泰路 未曾是一件好事 你明白爷爷所说的话吗 点点头 龙奥回答道 爷爷 我懂 锋芒泰路 当初的龙天和太古神龙 就是锋芒泰路 试图挑战天道 最终被天道所杀 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 龙奥几乎可以断言 要是龙天和太古神龙能够收敛 找到机会吸收本源之力 成就五道巅峰 那么就算是击败天道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奥尔 爷爷相信你 还有一件事 老祖宗已经进入轮回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不知道 老祖宗何时轮回成功 老祖宗 对于老祖宗的情况 龙奥一直注意着 就是想要在第一时间内找到老祖宗 之前龙霸天说过 他这次轮回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稍有不慎 就会轮回失败 从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轮回就是如此 次数越多 危险越大 龙霸天已经轮回第七次 危险有多大不必多说 之前龙霸天进入轮回的时候 已经告诉龙奥 一旦轮回成功 那么就会给他提示 到时候 龙奥就会寻找老祖宗的踪迹 相助龙霸天重生 没有任何提示 说明老祖宗还没有轮回成功 是生是死 还是一个未知数 另外 对于自己的身世之谜 龙奥一直都想要搞清楚 本来想要借助这次返回的机会 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奈何 爷爷和父亲都不知道 想来想去 龙奥只能想到老祖宗龙霸天 龙奥甚至怀疑 老祖宗肯定知道此事 否则的话 那么自己体内血脉被封印的事情 就真的无人知道了 不过老祖宗到底何时重生 还是一个未知数 正是如此 龙奥已经想好 这次解决完宗门的事情 还有龙世家族的事情 他准备继续前往外海一趟 找到神算子 好好问问 关于自己血脉被封印的事情 龙奥很清楚 神算子的神算之道非常油 只要神算子愿意告诉自己 那么自己可以省去很多事情 爷爷 老祖宗的事情 我会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想办法 看看如何抵抗这些外来敌人 对于阵法 龙奥还真是有点无语 龙奥很清楚 要是他的阵法之道能够再上一层楼 那么不止出的阵法 不要说大地武者 就算是神道武者 比如说冷面和孤双 或者是卫秧 进入阵法也是必死无疑 阵法等级 由地道高 以次为一级阵法师 二级阵法师 三级阵法师 四级阵法师 五级阵法师 六级阵法师 七级阵法师 八级阵法师 九级阵法师 王级阵法师 黄级阵法师 尊级阵法师 地级阵法师和神级阵法师 神级阵法师 在阵法师之列 就是最巅峰的存在 龙奥如今的阵法水准 已经达到尊级阵峰 只差一步 就可以正式 迈入阵阵法师 只是最后一步 有点困难 更何况还有 最后的神级阵法师 更是难上加难 点点头 对于孙子的担心 龙昊时也很清楚 想了想 说到龙宗全部隐藏 也不是长久之事 这次冷面和孤双被杀 一旦被龙行知道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要是不出意外 相信龙行会派出 更加强大的舞者前来 到时候 我们将会更加困难对付 龙奥就是害怕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 他不能次次动用九真风神 也不可能次次借助 舞者联盟的力量 有些办法 一次管用 二次就未必管用 毕竟人家不是傻子 不可能次次让你利用 更何况 魏央不仅不傻 还是一个老狐狸 到底该怎么办呢 爷爷 你认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正所谓将还是老的辣 龙昊时活了这么多年 阅历和经历摆在那里 这可不是龙奥随随便便能够比你的 这一点 龙奥很清楚 第1071章怕什么来什么 龙昊时低头沉思起来 不管怎么说 龙行始终都是龙氏家族的大长老 实力和身份都摆在那里 想要应对龙行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冷面和孤霜已经被杀 短时间内 两人的死不会有丝毫的波动 不过时间长了 龙行肯定会知道 不过就算如此 龙行还是不愿意相信 龙奥能够斩杀冷面和孤霜 正如龙行所猜测的一般 自从龙奥离开龙氏家族以后 龙帝天一直将他叮得死死的 要是这个时候出手 岂不是给族长留下把柄 龙行做事一向很谨慎 没有十足的把握 绝对不会冒险 随着冷面和孤霜的陨落 九州大陆暂时恢复平静 幽冥府 还是九州大陆的霸主 至于龙宗 就好像咸云野鹤一样 也不管九州大陆的事情 就好像和他无关一般 别人根本不知道 如今的龙宗 唯一的一件事 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炼化神道传承 上千名神道武者一旦成就 到时候 龙宗不要说称霸九州大陆 就算是入驻天舞大陆 相信想要立足 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九州大陆 三级龙家 宗主龙莫问 大长老龙眼很是惊讶 因为两人直到此刻 都不敢相信 龙傲能够一箭秒杀上百位大地武者 喝走两位神道武者 这是什么概念 这才多长时间 短短数月 龙傲的成就已经超越他们 两人很是担心 如今的三级龙家 已经被龙室家族彻底抛弃 没有被幽冥府覆灭 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两人心里很清楚 这个时候 龙傲要是选择对付他们 龙家只有乖乖投降的份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龙傲 你终于来了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少年 不管是龙墨问还是龙岩 都没有丝毫的惊讶 因为两人已经猜到 龙傲肯定会前来 龙墨问 龙岩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冷恨一声 龙傲 废话少说 想要如何 两人很是无奈 龙傲能够一箭秒杀上百位大地武者 喝走两位神道武者 不管使用了何种办法 实力已经摆在那里 施问 单单是以家族的力量 能够抗衡龙傲吗 龙臣在龙世家族过得不怎么样 啊 傻傻看着面前的少年 两人不知道 龙傲为何突然说起这个 到底是什么意思 龙墨问 你我之间 之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站在敌对之上 无论是生是死 怨不得别人 不过现在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斗下去 你认为呢 龙墨问没有回答 因为他不知道龙傲到底想要如何 按照正常情况下 他们之间的恩怨 正如刚刚龙傲所说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龙傲如今已经今非昔比 却要罢手 不管别人是否相信 反正他们是有点不太相信 我和龙臣始终都是好朋友 更何况 我现在的高度 已经不在你们身上 我草 不得不承认 龙傲的话非常狂妄 是个傻子都能够听得出来 龙傲已经不再将他们放在眼里 对于龙傲的话 两人心里虽然有些不高兴 不过两人很清楚 龙傲所说的也是事实 以龙傲现在的实力 的确所占的告诉 他们已经无法匹敌 两人同时深深叹息一声 龙傲 我们同样 从此以后 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净水不犯河水 这一刻 龙诺问和龙岩都有种无力感 因为两人从来没有想过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曾几何时 三级龙家还是九州大陆四大势力之一 龙傲和龙宗在三级龙家眼里 只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他们想要踩死龙宗 简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先不说龙傲 单单是幽冥府 无论何时想要覆灭他们 只要身身手即可 谁让幽冥府背后有着舞者联盟撑腰 三家龙家已经被龙世家族放弃 这就是差距 无法弥补的差距 龙诺问 如果我猜测的不错 最多一年 幽冥府就会覆灭三级龙家 瞄妙公和皇城 龙诺问没有说话 一年时间 在龙诺问看来 恐怕不超过半年时间 幽冥府就会有所动作 虽然幽冥府已经是九州大陆的霸主 但始终不愿意让其他三家存在 要不是因为很多原因 相信幽冥府早就出手 根本不会等到现在 就算如此 他们又能如何 看着面前的龙诺问和龙颜 龙傲突然笑了 还没有等两人反应过来 已经说到 龙诺问 我有办法让幽冥府不对付你们 并且九州大陆 暂时是这的格局 龙傲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虽然很忌惮龙傲的实力 也承认龙傲如今早已惊喜非比 但要说龙傲能够左右幽冥府 甚至左右舞者联盟 阻止九州大陆格局改变 龙诺问和龙颜是万万不会相信的 相信是否 在于你们 我现在只是要问你 接受还是不接受 看到龙傲如此有信心 龙诺问和龙颜也有些低估起来 要是别人说出此话 两人肯定会嗤之以鼻 不过龙傲却是一个奇迹 一个喜欢制造奇迹的人 难道龙傲真的可以控制幽冥府 实在难以置信 不过龙诺问当然希望这是真的 问道龙傲 你有什么条件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他不相信 龙傲会无缘无故地相助他 单单是为了龙诚 可能吗 按照他和龙傲之间的恩怨 龙傲不落井下时就已经很不错了 更加不要说相助他了 有些不太现实的问题 想了想 龙傲看着面前的两人 说道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那就是日后龙宗崛起 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 希望你们能够出手相助 龙傲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以你今时今日的实力 日后龙宗的实力将会更加强大 我们龙家能够帮得了你吗 龙墨问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不过龙傲确实摇摇头 问道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第1072章 同意最终龙墨问还是选择答应下来 说到底 龙墨问还是不希望家族覆灭 他身为龙家家族 随时随刻都要先以家族的利益为前提 不仅是三级龙家 接下来的时间 龙傲先后前往皇城 还有朴渺宫 大概意思都差不多 毫无悬念的事情 皇城 朴渺宫都选择同意下来 龙傲手中有着盟主令 想要幽冥府不对付三大势力 几乎是容易不过的事情 也就是说 九州大陆的格局 暂时不会改变 除非是武者联盟 或者是其他九大势力插手此事 龙傲之所以相助三大势力 共有两个原因 第一 龙傲不想改变九州大陆的格局 因为幽冥府搞定其他三家之后 一定会全力对付龙宗 到时候龙宗如何应对 第二 龙傲也算是给龙宗找条后路 日后要是真的开战 最起码可以有帮手 说不定可以来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九州大陆 幽冥府内 刚刚送走龙傲 雷洛就已经出现在大殿内 雷洛大哥 你怎么看此事 魏央的脸色很是难看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龙傲会瞪鼻子上脸 之前强行要求自己一起斩杀冷面和孤霜 现在又让自己不要对付黄城三家 保持九州大陆的格局 此事要是传出 他的颜面何尝 武者联盟的颜面何存 雷洛的脸色也有点不好看 大人那边还没有消息 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 龙傲手上的盟主令 到底是不是盟主给的 对于雷洛话中的意思 魏央又何尝不知道 雷洛大哥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静观其变 我倒要看看 龙傲能够耍出什么花样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魏央知道 他只能等待舞者联盟传来的消息 看看到底该怎么办 搞定九州 龙傲也算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龙宗 独院内 龙傲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脑海之中 不知道想着什么 突然间 龙傲的脸色骤变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两面混沌石碑已经悄然出现 正是五行混沌石碑 还有吞噬混沌石碑 麻烦大了 对于两面混沌石碑 龙傲真的很是无奈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两面混沌石碑何时出现 何时消停 就好像风云一般 变幻无常 这一刻 两面混沌石碑并没有想象之中的开战 一左一右 就好像两个弹情说爱的恋人 死死地盯着对方 一动不动 龙傲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他不知道两面混沌石碑 到底想要怎么样 因为这种情况还从未出现过 这是要占 还是不占呢 龙傲试图沟通龙福 还有子玲和白玲 看看三人有没有办法 不沟通不知道 刚刚沟通喝了一跳 因为龙傲发现 不管是子玲还是白玲 或者是龙福 他都无法沟通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两面混沌石碑搞的鬼 搜的一声 龙傲的灵魂进入丹田 看着白茫茫 灰蒙蒙的一片 很是好奇 不知道自己的灵魂为何会突然进入丹田 混沌丹田 混沌石碑 看着两面混沌石碑进入丹田 龙傲很是好奇 不知道混沌石碑和混沌丹田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另外 龙傲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这一刻自己的混沌丹田 正在炼化两面混沌石碑 哪怕是吞噬混沌石碑 同样是被炼化 龙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好端端的 混沌丹田会开始炼化五行混沌石碑 还有吞噬混沌石碑 对于自己的丹田 龙傲越发期待起来 能够炼化两面混沌石碑 想想都知道 混沌丹田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龙傲有心无力 只能静静地看着 面前两面混沌石碑被丹田炼化 至于是否能够炼化 还是一个未知数 要说不开心 那肯定都是骗人的 龙傲很清楚 自己的丹田一旦炼化两面混沌石碑 将会意味着什么 成功炼化吞噬混沌石碑 还有五行混沌石碑 那么按照龙傲所说 自己的实力不可以大幅度提升 甚至可以成为天地间 最强大的舞者之一 天地间 共有十二面混沌石碑 不管是谁 只要能够得到其中一面混沌石碑 就可以成为天地间至尊强者 不过龙傲也有点担心 因为从古至今 还从未有一人 可以能够同时拥有两面混沌石碑 更加不要说同时炼化两面混沌石碑了 一旦龙傲成功炼化吞噬混沌石碑和五行混沌石碑 完全可以成为千古第一人 前五古人后五来者 大概三个时辰左右 龙傲能够动弹 离开丹田 看着独院四周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因为直到此刻 他都不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好端端的 两面混沌石碑会进入混沌丹田 甚至开始被炼化 炼化的速度虽然慢点 不过龙傲还是有所期待 期待混沌丹田能够炼化两面混沌石 主人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到龙傲的话 龙傲几乎可以断言 龙傲根本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 既然不知道 他也不打算告诉龙傲 毕竟混沌丹田的事情 龙傲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两面混沌石碑突然出现 接着我就被带到一个神秘空间 三个时辰 我又回来了 期间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从龙傲认识龙傲以来 几乎没有任何事情隐瞒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根本没有丝毫的怀疑 想了想 龙傲也没有多说什么 看来就算是龙傲 同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傲儿 麻烦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 龙傲时级急忙忙地进入独院 整个龙宗上下 除了龙傲时和龙翼夫妻之外 恐怕没有另外一个人 敢如此进入独院 毕竟龙傲的身份摆在那里 就算是龙傲时 地位都不如龙傲 爷爷 发生了什么事情 龙傲很是好奇 不知道爷爷爷为何如此慌张 第1073章被唬住了 傲儿 夜无双在外面 夜无双 听到夜无双来了 龙傲的脸色也瞬间凝重起来 对于夜无双 他当然没有丝毫的陌生 可以这样说 龙傲和夜无双还算是师兄弟 并且龙傲亲口答应焚天 要清理门户 斩杀夜无双 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有着十足的信心 不过龙傲还是有着自知之明 如今的情况 不管是实力还是正法水准 都不是夜无双的敌手 真要战斗起来 最终吃亏的还会是自己 龙傲很清楚 这次是自己大意了 只想着搞定九州格局 却忘了封锁消息 夜无双知道自己已经返回龙傲风 不来才怪 龙傲风外 夜无双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龙傲 废话少说 我这次找你 主要就是为了摆滴龙穴 只要你还给我 以前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 我也不会追究 如何 还真是为了摆滴龙穴而来 别人也许不知道摆滴龙穴去了哪里 龙傲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摆滴龙穴已经渐渐被龙强炼化容易 想要拿出摆滴龙穴 除非是重新寻找 龙傲当然不会如实回答 夜无双 我已经说过 摆滴龙穴不是我所拿 你一直纠缠不清也没有用 夜无双一脸的不相信 龙傲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交出摆滴龙穴 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要是不然 不仅是你 就算你背后的龙宗上下 我一个都不会留 夜无双有这样狂妄的资本 身为神道武者 夜无双也是一位神道正法师 算是站在了正法师的巅峰 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战 夜无双还真是强者之中的强者 要说不忌惮 那肯定是骗人的 龙傲 你要想清楚 龙傲风内 龙霸天临走的时候 将自己的洞府给了龙傲 也算是龙宗战时避难的住所 龙宗上下 弟子上万 想要全部转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龙昊石已经想好对策 不仅是为了应对也无双 主要还是为了应付龙行 还有其他人和其他势力 龙昊石先将得到神道传承的千余人 全部转移到龙傲风地底 也就是龙霸天的洞府 剩下的人 以最快的速度转移 龙霸天的洞府非常之大 不要输千人 就算是几万人 都是绰绰有余的事情 龙傲 摆摆手 这次 龙傲没有给叶无双开口的机会 很是不耐烦地说到 叶无双 你认识坟天吗 坟天 听到龙傲口中的坟天 叶无双喝了一跳 别人也许不知道坟天是谁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坟天正是他的师父 他能够拥有今天的成就 一切都是拜师父所赐 叶无双没有说话 冷冷地盯着面前的龙傲 身上的杀气慢慢汇聚 可以说是杀气纵横 叶无双 事情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不等叶无双问 龙傲继续说道 坟天不仅是你的师父 同样也是我的师父 并且他老人家临死的时候 我已经答应下来 要杀了你 清理门户 先是一愣 紧接着 叶无双疯狂地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 充斥着无尽鄙视和轻蔑 就好像听到 世间最可笑的事情一般 原来你是老家伙的弟子 真是来得正好 龙傲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如何清理门户 叶无双根本没有将龙傲放在眼里 一个大地武者 遵级阵法师 想要斩杀自己 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叶无双 你知道焚天正觉吗 已经决定出手的叶无双 听到焚天正觉四个字 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有些贪婪 有些兴奋 叶无双很有兴趣地问道 你知道 废话 我也不怕告诉你 焚天正觉我已经炼化 可惜你无法得到焚天正觉 这一生一世 正法之道都无法修炼到巅峰 可惜可惜 说着 龙傲一副哀声叹气 龙傲越是如此 叶无双越是愤怒 当初他正是因为焚天正觉 杀了自己的师父 却没有想到 那的老家伙 宁愿将焚天正觉传授给一个外人 也不愿意传授给自己 叶无双更加清楚 刚刚龙傲所说一点没错 焚天正觉 正法之中 无上法觉 要是他无法得到焚天正觉 这一生一世 都无法突破巅峰阵法之道 正是如此 叶无双很清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自己都要得到焚天正觉 龙傲 你只要交出焚天正觉 百滴龙穴我可以送给你 在百滴龙穴和焚天正觉之中 叶无双当然还毫不犹豫地选择焚天正觉 而不是百滴龙穴 焚天正觉 对叶无双来说 实在太过重要了 龙傲会交出焚天正觉吗 叶无双 你杀害自己的师父 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你都能做出来 你认为我会将焚天正觉交给你吗 龙傲 不交出焚天正觉 不仅是你 就算是你 摆摆手 又来了 龙傲很是无语地说道 不用在这里磨磨疾疾 就凭你 龙傲如此有自信 想到之前听到的传言 叶无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忌惮 不过对于自己的实力 还有正法之道 叶无双有着十足的信心 一个小小的龙傲 还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叶无双 不如你我打赌 如何 如何打赌 我赌你那我没有办法 要是我输了 不仅摆逼龙穴和焚天正觉给你之外 我的性命也给你 不过你要是输了 就要跪在龙傲风前一年 如何 龙傲越是如此 叶无双越是不敢赌 说来也可笑 一向信心满满的叶无双 这个时候却被龙傲唬住了 不敢吗 龙傲 你真的以为你很厉害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如何从我手中离开 说着 叶无双身上突然释放出强大的气势 直接狠狠地压制而去 叶无双也没有丝毫的迟疑 整个人跟着冲了出去 这一级 叶无双准备一级避重 不过接下来的一幕 彻底让叶无双愣住 第1074张天道突破 龙傲消失了 就这样消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看着面前空空如也 叶无双彻底傻眼了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通隆隆 突然间 雷霆声伴随着龙吟声 紧跟着 一股恐怖的剑气顺势而来 要不是因为叶无双警惕性高 相信这一剑 足以要了性命 龙傲 有本事出来公平一战 鬼鬼祟祟算什么英雄好汉 英雄好汉 叶无双 从你口里说出这几个字 简直就是对这几个字的侮辱 龙傲无视 叶无双 借助空间瞬移 不断挥出剑气 一道剑气接着一道剑气 形成剑网 龙傲心里很清楚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不可能是叶无双的敌手 短时间内 叶无双还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还能够抵抗一段时间 时间一长 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狠狠地挥出一道剑气 紧跟着 龙傲彻底消失不见 龙傲风前 静悄悄悄的 只有叶无双一个人 愤怒地看着四周 试图找出龙傲的踪击 最终 叶无双失望了 龙傲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叶无双有种感觉 那就是龙傲还没有离开 龙傲风 离开进入龙傲风 开始寻找 龙傲风地底 巨大山洞内 奥尔 你没事吧 摇摇头 龙傲笑着说道 叶无双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想要对付我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爷爷 从现在开始 龙宗上下全部在这里修炼 没有我们的容许 无论是谁 任何人都不得离开 为令者 格杀勿论 对于奥尔的意思 龙傲时又何尝不知道 先不说龙行 还有幽冥府和舞者联盟 单单失业无双 以龙宗的实力 就不可能失业无双的敌手 奥尔 我现在就去安排 点点头 龙傲心里很是麻烦 回到自己的住所 关上门独自一人静静地坐着 随着眼界越来越高 龙傲发现自己的实力 似乎有些跟不上 就算修炼速度快 但起步太晚 距离离开龙氏家族 已经整整半个月 按照两地的距离 想要从龙傲封返回龙氏家族 最次也需要15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还有两个月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要赶回龙氏家族 否则的话 麻烦真的就大了 龙傲几乎可以断言 自己要是不能在三个月内赶回龙氏家族 先不说其他人 单单是龙行 相信就会抓住辫子不放 对付自己还好说 要是对付龙宗呢 龙行身为龙氏家族的大长老 本身实力先不说 能够调动的力量实在太庞大了 龙行要真的对付龙宗 到时候自己真的麻烦大了 至于叶无双 龙傲选择无事 要是叶无双想要等 那么一直等着好了 反正不管是自己还是龙宗上下 都不会随随便便地离开山洞 这样的话 叶无双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天舞大陆 外海 海底最深处 水晶宫内 老朋友 既然来了 就出现吧 哈哈 神算子 这么多年未见 你还是如此 进入水晶宫的男子 不是别人 正是龙霸天 要是龙傲此刻在这里的话 看到老祖宗龙霸天 不知道会如何想 根据龙霸天所说 他已经进入七次轮回 既然如此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老朋友 你这次突然前来 所谓何事 神算子一脸的沧桑 看上去很是虚弱 神算子 你的伤还没有好吗 点点头 神算子深深叹息一声 无奈地说道 当年一战 不幸负伤 这么多年过去 我的伤势依然无法恢复 我想尽无数办法 依然不行 作为天舞大陆 最强大的舞者 神算子的这种无奈 很让龙霸天 但疼不已 神算子 我这次前来找你 主要是想要问问你 奥尔到底是怎么回事 提起龙傲 神算子瞬间来了精神 老朋友 龙傲的身份有点不太简单 什么意思 很是好奇 龙霸天当然知道龙傲是什么人 只是自己的一个后辈 能有什么身份 之前我已经感应过了 龙傲的血脉异常 非常强大 要不是被一种神秘力量封印 相信龙傲的修炼速度 还有爆发力 可以提升千倍 这是什么概念 你应该比我清楚 听到此话 龙霸天的脸色也渐渐凝重起来 他当然知道神算子所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还无法感应到龙傲体内的封印之力 到底来自哪里 不过给我点时间 我想我能搞清楚 所以 龙傲不能有事 除此之外 我想将龙傲打造成我的接班人 对于这一点 龙霸天早已想到 否则的话 神算子也不会将自己的神算之道 传给龙傲 傲儿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准备离开一段时间 老朋友 你要是离开 天道趁机作怪 单凭我一个人 根本无法阻止天道 开玩笑 神算子 你的实力别人不知道 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不要说一个天道 就算是十个天道 也未必就是你的敌手 哪怕你现在有伤在身 天道同样不是你的敌手 对于天道和神算子的实力 龙霸天很清楚 无奈地摇摇头 叹息一声 说道 你有所不知 虽然我无法算准 不过大概能够摸索一些 要是不出意外 天道已经突破了 不会吧 听到此话 龙霸天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无比地知道 天道的修为一旦突破 将会意味着什么 要真是如此 就算是神算子 也未必能够制衡天道 难怪刚刚天道会那般说 原来如此 这一下 龙霸天算是震惊到了极点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老朋友 天道隐藏得很深 你我都被骗了 要是早知如此 我们当初就应该将其抹杀 如今养虎为患 天道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日后 天舞大陆将会被天道一手遮天 生灵涂叹 在所难免 神算子再次叹息一生 无奈天道的突破 第1075张渊有头债有主 神算子 以你我两人之力 难道还无法斩杀天道 不能 龙霸天似乎有些不相信 因为天道的实力 他最清楚不过 就算突破一个等级 也不可能以一比二 老朋友 神算子 龙霸天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一声爽朗的笑声传来 紧接着 天道迈着大步 已经迈入水惊弓 只是稍微感应了一下 龙霸天的脸色就稍微变了变 正如神算子刚刚所说 如今的天道早已经飞袭笔 单单是身上所释放出的气息 就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毫无疑问 天道的突破非同小可 天道 不管是神算子还是龙霸天 都不知道天道突然出现 到底所谓何事 天舞大陆 很多人都知道 最强大的舞者 也就是真正踏上五道巅峰的人 只有两人 那就是天道和神算子 不过很多人却不知道 还有一人 修为也突破五道巅峰 那就是龙霸天 不过龙霸天性格很是怪异 不喜欢让别人知道他 否则的话 世人也不会只知道天道和神算子 而不知道他了 神算子 我这次前来找你 主要是想让你帮我算算 算什么 神算子的神算之道 就算是天道也佩服不已 更何况 天道对神算子还是有着一丝感激之情 当初要不是因为神算子相助 他也不可能成就五道巅峰境界 叫了笑 天道来到一边坐了下来 看上去很是淡然 不知道刚刚神算子和龙霸天的话 天道是否听到 神算子 我开门见山 我想覆灭十方鼎立 重新确立十方鼎立 这样做 会不会有问题 听到此话 神算子和龙霸天的脸色瞬间变了 对于天道的意思 不管是神算子还是龙霸天 又何尝不知道 十方鼎立 除了他们三人之外 算是天舞大陆最强悍的存在 要是意外发生 十方鼎立之中 一旦有人成就五道巅峰 那么就可以直接威胁到天道的存在 天道 你应该清楚 我们当初约定 天舞大陆的格局 你我都不会插手 神算子 情况一触即发 那几个人都想要吸收本源之力 要是我们不阻止 天道的话虽然没有说完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天道 你我之前的约定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破坏 无论是谁 出到底 天道还是有些忌惮神算子的 就算修为有所突破 天道还是不敢贸贸然行动 否则的话 天道也不会前来询问 直接动手了 以天道的实力 想要覆灭十方鼎立 简直就是清清楚楚的事情 神算子的实力 深不可测 天道 天舞大陆的格局 不能破坏 至于你担心的问题 我可以保证 不会发生 天道 一直未曾开口的龙霸天 这个时候突然说到 天道 以你现在的实力 就算退一万步讲 有人能够吸收本源之力 你完全可以将其击杀 何必覆灭十方鼎立 改变大陆格局 点点头 天道心里虽然有着无数不少 不过最终还是选择妥协 天道希望步步为营 要是他的修为能够更上一层楼 什么狗屁神算子和龙霸天 通通都不是问题 一个神算子已经深不可测 加上一个龙霸天 天道不敢冒险 万一被两人所杀 到时候岂不是偷击不成十把米 天道天舞大陆的情况 相信你应该清楚 要是你乱来 使得天舞大陆秘密被发现 我们两人不会坐以待毙 点点头 天道很是忌惮面前两人 天道龙氏家族和龙族 你还是放过他们吧 正准备离开的天道 听到龙霸天此话 脸色一冷 说道龙霸天 你是不是管的闲事太多了 你和龙氏家族 还有龙族似乎并没有关系 对于龙天和太古神龙 乃是天道的心头大患 天道怎么可能轻易选择放过他们 当年龙天和太古神龙 差点成就五道巅峰 如今他们已经进入轮回 要是我放过龙族和龙氏家族 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天道 云有头战有主 这始终都是你们之间的恩怨 牵连到龙氏家族和龙族 未免有点殃及迟余了 不给天道说话的机会 龙霸天继续说道 虽然我和龙氏家族没有丝毫的关系 不过刚刚神算子已经说过 大陆格局 不管是谁 都不能改变 龙霸天刚刚说完 神算子继续说道 天道 龙霸天说得很对 你们之间的恩怨 不应该牵扯到对方 哼 没有继续说话 天道一个转身消失 神算子和龙霸天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一丝无奈 天道还是没有把握 否则的话 刚刚已经出手 神算子点点头表示赞同 说道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要全力打造龙傲 希望能够尽早地提升起来 从而制衡天道 傲尔只是大地境界 想要达到你我的高度 没有上万年时间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点我已经想过 等到他的修为突破涅槃境界 我准备带他去那个地方 对于神算子所说的地方 龙霸天又何尝不知道 正是如此 龙霸天才惊讶不已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没办法 我们已经等不了 希望龙傲不要让我失望 对了 你真的决定离开 恩 你要知道 你一旦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会连累天舞大陆 不如再多等等 我等不了 看着一脸坚定的龙霸天 神算子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就这样 水晶宫内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至于离开的天道 站在水晶宫外 似乎能够看到水晶宫内的两人 冷笑不已 更是杀气不断 神算子 龙霸天 我就让你们多活几天 等到我完成任务 就是诸杀你们的时候 到时候 天舞大陆 我就是主宰 哈哈哈哈 第1076章天道山降临 龙宗 后山一处隐蔽的封印处 苍叶 我对你不薄 你为何要叛变相助龙氏家族 苍叶火麒麟 关键时刻叛变 龙傲之前释放出的惊天一剑 秒杀了上百位的大帝武者 却唯独留下火麒麟 哈哈哈哈 龙傲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只是按照命令办事 你只要记住一句话 我也身不由己 弄插 火麒麟苍叶刚刚说完 整个身体已经缓缓倒下 接着 身体自暴消失的无影无踪 最终 苍叶选择了自杀 身不由己 火麒麟的话中有话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能够从这句话中 听出无尽的无奈 听命行事 身不由己 难道是太古麒麟 龙傲很清楚 太古麒麟和太古神龙 是同一个时期的存在 恐怕也是无限接近 五道巅峰的存在 只差吸收本源之力 此事要是太古麒麟所为 那么事情麻烦大了 哼 一声俱响 响彻整个天地 整个九州大陆都强烈地 战斗起来 就好像发生了巨大地震一般 整个九州所有人都彻底震惊起来 一个个看着九天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红云密布 整个九天就好像火烧云 就好像煮开的废水 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感受着刚刚的地震 还有九天的火烧云 龙宗上下也都是震惊不已 龙翼很是惊讶地问着 龙昊石摇摇头 宁生说道 天将其机 看来九州要出现大事了 所有人看向龙奥 因为在龙宗 龙奥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同样也是龙宗最强者 不过龙奥也是摇摇头 表示不知道 不仅是龙宗 就算是幽冥府 皇城 三级龙奥等地 也都是震惊不已 不知道九州大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这么多年来 还从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九天虚空 天道本尊站在虚空之巅 冷眼望着底下的一切 脸上的表情很是怪异 神算死 龙霸天 我倒要看看 你们如何接我这一招 天道的话刚刚说完 天地间 想起一道声音 天道山降临 无论是何人 只要能够得到天道印 不仅可以感应天道印内的天道武技 还可以得到本源之力 时天后 争夺正式开始 天道的声音 不仅传遍九州大陆 就算是天舞大陆 每个人耳朵边 也同样想起天道的声音 但凡听到声音的人 无不大惊失色 同样惊喜连连 很多人都很清楚 天道意味着什么 作为天舞大陆最强者 踏上武道巅峰的超级存在 天道拥有的武技 想想都知道有多么的强悍 至于本源之力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知道 不过很多超级强者 却知道本源之力 尤其是无限接近于武道巅峰的存在 只差一步 例如同天地 龙地天 慕容归纳等人 只要能够吸收本源之力 那么他们之中 肯定有人能够成就武道巅峰境界 一时之间 所有人全部激动起来 天道山降临的地方 正是九州大陆的天州 距离龙澳风不算太远 也不算太近 九州大陆 共分九州 分别是天州 碧州 日州 月州 落日州 云州 赤州 焕州 飞灵州 龙澳风 龙宗 大殿内 天道的声音 龙澳等人也同样听到了 其他人除了惊喜就是惊喜 唯独龙澳的脸色非常凝重 因为他很清楚 天道到底是什么人 澳尔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准备参加吗 龙浩石已经知道天道的存在 正是因为如此 天道拥有的天道武技 一旦澳尔得到 那么澳尔的实力 岂不是暴涨很多 不过龙浩石也有很多的担心 天道山降临 相信想要得到天道武技 还有本源之力的人非常之多 其中超级强者不在少数 澳尔的实力虽然强大 想要和整个天舞大陆的强者抗衡 可能吗 对于爷爷的意思和担心 龙澳又何尝不知道 爷爷 我还没有想好 龙澳的心很乱 没有多说什么 独自一人返回独院 静静地思考起来 这次天道突然如此 到底是为了什么 龙澳 看着突然出现的身影 龙澳直接站了起来 很是惊讶 说道 神算子前辈 你怎么来了 刚刚出现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神算子 同样达到了五道巅峰境界 并且实力凌驾于天道之上 不仅如此 神算子的神算之道 更是威力无比 可以这样说 神算子 天舞大陆第一人 龙澳万万没有想到 神算子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为了天道 果不其然 龙澳 刚刚天道的话 你应该听到了吧 点点头 龙澳没有说话 因为他还是不敢确定 神算子这次前来到底所谓何事 他甚至不敢确定 天道和神算子到底是敌是友 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鬼知道神算子是不是利用自己 我不知道天道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龙澳 天道山降临 我希望你能够参加 只要你能够夺得天道武技 并且获得本源之力 我就可以相助你 日后成就五道巅峰境界 龙澳没有丝毫的惊喜 还是那句话 他不知道神算子到底是敌是友 神算子前辈 按照我的本意 我并不想参加天道山争夺 相信你应该知道本源之力代表着什么 要是不出意外 这次天道山降临 会有很多强者前来 以我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夺得天道武技 更加不要说本源之力 龙澳很清楚 天道武技 龙帝天等人肯定不会稀罕 至于本源之力 意义就不同了 为了争夺本源之力 相信大陆的最顶级强者 全部会赶来争夺 在这么多强者手中 想要抢夺天道武技 还有本源之力 龙澳没有信心 龙澳 这点你放心 这次天道山降临 我会相助你 神算子神秘地笑了笑 接着打手一会 身边出现两头灵兽 感受着两头灵兽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龙澳脸色已变 第1077章诗横遍野 血流成河 神算子前辈 这是龙澳面前的两头灵兽 长相奇异 像龙像虎又像麒麟 尤其是长着一张巨大的嘴 龙澳 这是两头提魂兽 完全可以相助你夺得天道山一切 多谢前辈 这样的诱惑 要说不想得到 那都是骗人的 龙澳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面前的两头提魂兽 实力似乎和同天地相差不多 也就是所谓的无限接近五道巅峰存在 拥有提魂兽 岂不是可以在大陆横着走 龙澳 天道山结束 两头提魂兽便会返回 我草 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原来只是借给自己用几天而已 龙澳算是郁闷到了极点 不过两头提魂兽始终都是神算子的东西 他也没有权利干涉 不过龙澳还算是满意 因为有了两头提魂兽相助 这次天道山一行 他有十足的信心 能够夺得天道武器 还有本源之力 前辈 我有意识不明 想要问问你 请说 神算子显得很是客气 要是天道在此 不知道会如何想 神算子前辈 相信你已经感应到 我体内的血脉被一股神秘力量封印 好不容易遇到神算子 龙澳当然会问问关于封印的事情 就算这次神算子不来 龙澳已经决定 等解决完龙氏家族的事情 他也会前往外海水晶宫 找神算子搞清楚事情 龙澳很清楚 天武大陆 恐怕只有神运算员能够给自己答案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当然不会轻易选择放弃 神算子没有丝毫的惊讶 似乎已经知道了此事 龙澳 我暂时还无法告诉你关于血脉被封印的事情 不过我可以保证 等你的修为突破涅槃境界 我就告诉你 如何 又是不够资格 看来自己的实力 在神算子这些人眼里 还是不够资格 没有继续问 因为龙澳知道 神算子不想说 那么就算他如何问 相信神算子还是不会说 神算子也没有给龙澳继续问下去的机会 转身消失在原地 两头提浑兽也消失 不过龙澳已经知道 如何指挥两头提浑兽 爷爷 我准备去一趟天道山 大殿内 听到孙子的决定 龙澳时没有丝毫的惊讶 已经猜到孙子肯定会如此选择 因为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孙子了 要是不去才奇怪 没有劝阻 龙澳时支持地说道 奥尔 爷爷什么都不说 只是希望你能够好好保护自己 这次天道山强者如云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性命第一 知道吗 明白 爷爷 我知道该怎么做 和爷爷说完 龙澳和母亲 还有父亲聊了一会 整个龙宗上下 知道龙澳前往天道山的人 只有龙澳十一人而已 至于其余人 无人知道 龙澳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不想让消息泄露出去 天道山降临 彻底震动天舞大陆 尤其是十方鼎立 所有人 所有势力都绰绰有余 想要得到天道的天道武技 还有本源之力 仅仅是天时间 所有人立刻行动 这次 不仅是普通弟子 全部赶往九州大陆的天州 就算是最强大的数人 同样起身前来 可以这样说 天道山降临 将整个天舞大陆 所有的强者全部引来 可想而知 天道的举动 到底有多么的惊世骇俗 这次前往天道山 龙澳没有以真面目去争夺天道山 而是乔装打扮 并且将气息都扭转 这样以来 相信很少有人能够认出他来 根据天道所说 天道山已经降临 不过争夺却要十天之后 对于天道的意思 龙澳怎么可能不知道 十天时间 对于一般舞者来说 想要从天舞大陆赶来九州大陆 十天根本不够 不过对于天舞大陆的超级强者 例如同天帝等人 不要说十天 恐怕几个时辰足以从天舞大陆降临九州大陆 不过龙澳还是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这次天道山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几乎所有势力全部赶来 按照正常情况下 一般舞者肯定不可能在十天内赶到九州大陆 但所有人却可以通过传颂阵 这样以来 十天时间足以 天道山 九州大陆 九州之一的天州 原本平坦的地面 硬生生的出现一座通天飓风 一眼望去 根本望不到头 就好像整座飓风和九霄连在了一起 直插九霄 非常壮观 天道山四周静悄悄的 空无一人 不过明眼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这一刻的天道山 可以说是风起云洞 四周早已布满了人 人山人海 只是隐藏得很好 天道山不开始 相信没有人愿意强坐出头鸟 龙奥已经来到天道山 只是没有靠近罢了 如今的他已经变了一个人 相信就算是仇家在面前 也不会被人认出来 十方鼎立全部到齐 就算是十位宗主 还有个大长老 也一个布拉 看来所有人都想要争夺天道山的天道武技 还有所谓的本源之力 上官一夜 看着远处舞者联盟的大本营 龙奥冷笑不已 因为他已经猜到 这次天道山降临 舞者联盟肯定会来 不仅是同天地和唐豪 就算是上官一夜也不例外 要是之前 龙奥肯定不会鲁莽行事 毕竟上官一夜的实力摆在那里 涅槃舞者 在天舞大陆 已经是最顶级的存在 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彻底不同 有了神算子给的两头提魂兽 龙奥有着十足的信心 就算斩杀上官一夜 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这一次 龙奥已经决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将上官一夜等人斩杀 否则的话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十天时间 已经过去一半 也就是说 只剩下五天的时间 天道山将会正式开始 到时候 所有人强者会全部进入天道山 到时候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也在所难免 天道 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毕竟在天道眼里 这些人和龙椅差不多 为何要如此 第1078章生死各安天命 武者联盟副盟主上官一夜 建宗执法长老陆长生 龙族大长老龙行 龙奥已经决定 这次天道山降临 趁着身边有着两头强大提魂兽 先将三人抹杀 省得日后老是给自己找麻烦 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心人的 龙奥一直记着一句话 那就是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第一个要对付的人 就是武者联盟的副盟主上官一夜 作为涅槃武者 上官一夜的实力摆在那里 对他的威胁也最大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转眼间 四天时间已过 明天 天道山争夺正式开启 到时候 无数人都会涌入天道山 要说不担心和忌惮 那肯定都是骗人的 龙奥同样也不例外 虽然有着两头提魂兽相助 不过龙奥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担忧 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龙奥风 夜无双依然不断寻找着龙奥的踪迹 就算是天道山降临 都没有引来夜无双的争夺 夜无双有着自知之明 这次天道山降临 其实就是超级强者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可有可无 除了浪费时间 说不定还会搭上性命 至于龙奥 原本想要对付夜无双 不过想来想去 最终还是选择该放弃 夜无双虽然只是神道武者 却还是神道阵法师 别人也许不知道神道阵法师意味着什么 龙奥又岂能不知道 龙奥不想耽误时间 所以先准备搞定天道山 接着对付夜无双 反正神算子也不会立刻收回两头提魂兽 对付一个夜无双 确实分分钟的事情 所有人都在等天道山开启 九天虚空 看着下方的天道山 龙霸天的脸色很是凝重 因为他还是不知道 天道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端端的 为何会搞出一个天道山降临 神算子 天道想要如何 摇摇头 神算子很是无奈地说道 随着我的伤势不断恶化 神算之道也慢慢退化 我已经算不出天道想要如何 这下麻烦大了 龙霸天心里狠狠叹息一声 这种情况下 还有谁能够制止天道 看来天道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想要以天道山来试探你我 可以 看了一眼下面的天道山 神算子说道 天道境界突破 实力大涨 却没有十足的信心 能够战胜你我 所以天道设下天道山 最后 想要试探你我的实力 一旦信心十足 相信天道就会出手 点点头 对于神算子所说的意思 龙霸天已经清楚 所以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要出手 我担心天道乱来 要是抹杀十方鼎立 重新确立大陆格局 对于天舞大陆没有丝毫的好处 我们已经顾不得其他 不过我有一点可以确定 只要你我不出手 天道无法确定你我的实力 相信天道就不敢乱来 九天虚空 另外一边 站在九霄云层之巅 天道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因为它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龙霸天和天道的存在 正如神算子所说 天道的境界有所提升 实力大涨 不过还是不敢确定 以自己的实力是否能够抗衡两人 毕竟以一敌二 没有办法之下 只能降下天道山 从而引两人出手 这样以来 它心里就有底 至于消灭十方鼎立 重新确立大陆格局 天道还没有想过 最起码没有消灭两人 它还是不可能如此这样做的 天道山正式开启 天道必杀既何本源之力 就在天道山内 无论是谁找到 其他人都可以争夺 一旦离开天道山 三天之内 便不能出手抢夺 否则 格杀勿论 天道的声音 传遍整个天地间 无论是谁 都听得一清二楚 所有人都是惊喜不已 因为天道山终于要开启 至于天道所制定下的规矩 却没有一个人敢违背 格杀勿论 整个天武大陆 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抗衡天道 在所有人眼里 天道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果不其然 天道的话刚刚消失 天道山突然金光四射 围绕在天道山的恐怖气罩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所有人惊喜之余 没有丝毫的迟疑 全部朝着天道山射去 没有一个人出手 因为天道规则已经说得很清楚 天道山外 不许发生任何争斗 至于进入天道山 生死各安天命 天道山四周 涌入无数人 一眼看去 人山人海 到处都是人影 密密麻麻 就好像无穷无尽的蚂蚁一般 龙奥没有立刻行动 冷眼看着四周 死死地盯着上官一夜 还是那句话 这次进入天道山 趁着机会一定要解决上官一夜 给自己彻底解决麻烦 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人 足足十分钟 依然有很多人进入天道山 源源不断 就好像无穷无尽一般 龙奥没有继续等下去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刚刚进入天道山的人 大部分都是强者 毕竟弱者不敢做枪头鸟 继续等下去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至于上官一夜 他已经锁定其气息 冷笑一声 龙奥一个剑步 整个身体已经窜了出去 龙奥的速度太快了 转眼间 已经消失在天道山内 从外面看 天道山平平无奇 不过进入天道山 龙奥就发现了不对劲 以为天道山内 有着一股很是诡异神秘的力量 环绕在空气中 刚刚踏入天道山 龙奥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朝着锁定的气息射去 天道山内 到处都是荒山树林 说也奇怪 刚刚进入天道山的无数人 似乎一下子全部都不见了 分散各处 看来天道山太大了 大得有点离谱 龙奥没有去管其他人 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上官一夜射去 不过让龙奥感到无奈的时候 上官一夜这次是跟随盟主同天地而来 单单是舞者联盟 不仅是盟主清灵 就算是八位副盟主也同时进入天道山 这样的恐怖实力 一旦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第1079章斩杀上官一夜 龙奥几乎可以断言 舞者联盟的盟主同天地 还有八位副盟主 包括上官一夜和唐豪在内 全部都是涅槃舞者 上官一夜只是副盟主 却是涅槃舞者 可想而知 其余七位副盟主的实力到底如何 至于盟主同天地 龙奥很清楚 应该是无限接近五道巅峰的存在 不敢轻易出手 远处 你们八人各自带队分散寻找 记住 一旦有麻烦 或者是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 立刻通知其余人 盟主 我们明白 说完之后 八大副盟主分别以不同的方位离开 上官一夜的脸色 很是民众 因为他心里总是有种感觉 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感觉有什么事情发生一般 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这次 武者联盟并没有带来多少人 大概有着上百人而已 同天地不是傻子 很清楚天道山乃是强者之间的争夺 来再多的弟子也是百搭 不仅是武者联盟 就算是其他九大超级势力 情况也都是如此 人山人海 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是来自其他小型势力 分一杯羹 毕竟天道山 主要还是靠运气 实力才是其次 上官一夜背后跟着的十人 都是神道武者 按照这样的实力 除非是其余九大超级势力出手 否则的话 何人能够抗衡上官一夜 但就在这一刻 恐怖的攻击降临 还没有等上官一夜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头小山般的灵兽已经出现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两头提魂兽刚刚出现 就发出最猛烈的攻击 数十名神道武者 甚至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 就已经被两头提魂兽所抹杀 看到这种情况 上官一夜哪敢大意 转身就准备离开 不过龙傲会给上官一夜机会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两头提魂兽一左一右 不给上官一夜逃走的机会 左右夹攻 以一抵二 仅仅三招 上官一夜就开始渐渐抵挡不住 按照这种情况 上官一夜必死无疑 不过龙傲还是太过着急 要是能够多等半个时辰 相信上官一夜这次难逃一死 说到底 上官一夜运气还在 八股恐怖的力量同时降临 同天帝带着其余七位副盟主快速而来 人未道 气势先至 八人联手 加上上官一夜的话 就是九人联手 威力非同小可 刚刚还是以一抵二的场面 如今变成了以九抵二 就算两头提魂兽强大 也不可能战胜同天帝九人 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龙傲也万万没有想到 同天帝等人会去而复返 这样以来 想要借助提魂兽斩杀上官一夜 似乎有些不太可能 既然如此 继续留下又有何意 龙傲当机立断 将两头提魂兽全部召唤而回 不给几人丝毫机会 立刻借助空间瞬移消失在原地 踏入天道山 龙傲就已经决定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沟通龙福 子灵和白灵也不会进入龙印空间 因为天道山始终都是天道的地盘 一旦被天道感应到龙印空间 或者白灵和子灵的存在 后果不堪设想 上官盟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摇摇头 直到此刻 上官一夜都有些后怕 因为他同样不知道 这两头强大的神兽 为何好端端的攻击他 要不是盟主等人及时赶到 相信他已经被诛杀了 盟主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名弟子全部被诛杀 看来应该是 上官一夜指了指上面 意思已经很明确 同天帝等人不是傻子 当然清楚上官一夜话中的意思 除了天道之外 似乎没有人闲着蛋疼 前来招惹舞者联盟 哪怕是其余九大超级势力 同样不会如此 他为何要如此 鬼知道天道身为天舞大陆第一强者 谁也猜不到天道心中所想 此事不管是谁所为 到此为止 我们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寻找天道必杀计 还有本源之力 八大副盟主全部点点头 因为八人都知道 盟主是忌惮天道的实力 不敢追究罢了 以天道的实力 不要说对付舞者联盟 就算是同时覆灭十方鼎立 都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就是天道的强悍实力 远楚 看着舞者联盟众人 渐渐消失的身影 龙傲的脸色很是不好看 明明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这样被自己白白浪费 龙傲很清楚 这一次之后 上官一夜绝对不会独处 这样以来 想要抹杀上官一夜 难度瞬间暴涨无数倍 龙傲几乎但疼到了极点 龙傲 天道 这次降下天道山 和你们没有关系 你趁着这次的机会 赶快寻找必杀记和本源之力 无论是哪一个 对你都有着很大的相助 明白 对于子林所说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天道必杀记 他还有兴趣 至于本源之力 说实在话 他是没有多大的兴趣 因为按照龙傲所说 本源之力也分为很多种 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本源之力 那么踏上五道巅峰的实力 才会更加强大 正是如此 之前夺得的本源之力 他也没有保管 不过不管怎么样 自己用不上 不代表其他人用不上 退一万步讲 本源之力可以相助龙印空间恢复 自己为何不要 龙傲实不相瞒 我和妹妹很需要本源之力 不过天舞大陆的本源之力 被天道所掌控 我们无法得到 所以 这次必须靠你 希望你能够出手相助我们 原来如此 龙傲就很纳闷 为何好端端的 子灵会出言提醒自己 原来是想要自己相助他们两人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答应下来的同时 也很清楚子灵的顾忌 无论怎么说 天道的实力都摆在那里 一旦被天道发现子灵和白灵的存在 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的到两个剑灵 以子灵和白灵的实力 只有坐以待毙的份 子灵 你是否能够感应到 天道必杀记和本源之力藏在什么地方 第1080章不可抵挡 想要在天道山内 找到天道必杀记和本源之力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单单靠自己的力量 远远不够 龙傲 我会试着感应 你给我点时间 点点头 龙傲没有多问 因为他很清楚 就算是子灵 也必须小心翼翼 一旦被天道感应到 子灵的下场可想而知 没有成功斩杀上官一夜 龙傲并没有轻易选择放弃 他就不相信 自己找不到机会 就这样 龙傲一直跟在舞者联盟众人身后 寻找着机会 师姐 师父不让我们来 要是被师父知道 我们的麻烦大了 黑黑笑着 同灵儿根本没有丝毫担心的样子 以同灵儿的身份 几乎无视所有人 唯独害怕这个师父 灵儿 天道山结束后 你陪我去一趟龙傲风 心里有些醋意 不过同灵儿还是笑着同意道 师姐 既然你无法忘记龙傲 为何之前不见他 对于这一点 同灵儿实在想不通 认为师姐多此一举 灵儿 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 谁 刚刚说完 语音的脸色奏变 警惕的看着面前 灵儿也是紧张起来 毕竟这里不是舞者联盟 而是天道山 这一刻 天道山危险重重 强者如灵 语音 见我不用如此吧 看着面前出现的青年 不管是语音还是灵儿 都有些惊讶 十大哥 你怎么也来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石破天 来自万兽门 众所周知 石破天是语音众多追求者之一 不过万兽门和舞者联盟始终是两个势力 石破天想要追到语音 似乎很有难度 石破天和同灵儿的关系很好 叫了笑 石破天看着语音 眼神之中释放出的爱意 只要不是傻子就能够看得出来 天道山降临 我也想前来看看 吐了兔舌头 同灵儿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说道 为了师姐明说 何必找这么多借口 咦 感受着石破天身上无形之中散发出的气息 灵儿一声惊呼 十大哥 你突破了 侥幸而已 嘚瑟 灵儿是真心为了石破天开心 对于石破天的实力 两人都很清楚 继续突破 就已经顺利达到无上神道巅峰境界 只差一步 就可以正式提升到涅槃境界 这是什么概念 看来不出三年 你应该可以突破涅槃境界 痴姐 你说石大哥 似乎有些惊讶 因为同灵儿心里很清楚 一年时间 从无上神道巅峰突破涅槃境界 意味着什么 就算如此 这样的修炼速度 足以傲视天舞大陆年轻一辈所有人 就算是龙世家族的那个变态龙国 恐怕也不及石破天 这样的修炼速度太可怕了 语音 你的修炼速度也非常不错 有着武者联盟全力栽培 相信不出一年 你就可以达到无上神道 不出三年 你也可以突破涅槃境界 翻了翻眼 同灵儿很是无奈地说道 求求你们两个了 不要在这里护夸对方了 真是受不了你们 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一刻的石破天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不知道会如何想 语音 灵儿 天道必杀机对于我们非常有用 至于本源之力 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就算我们得到也绝对不要碰 明白吗 点点头 不管是灵儿还是语音 都很清楚石破天的意思 天道必杀机虽然强悍 但对于超级强者来说 也不是非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夺得 毕竟他们双方背后的靠山摆在那里 一个是武者联盟 一个是万寿门 作为十方鼎力之一 试问 整个天舞大陆 又有几人敢招惹武者联盟和万寿门 不过本源之力的意义却完全不同 本源之力 天地间最为强大的力量 也是步入武道巅峰的关键所在 为了本源之力 什么狗屁武者联盟 什么狗屁万寿门 在本源之力面前 通通都是狗屁 尤其是无限接近于武道巅峰的超级强者 为了得到本源之力 甚至可以丢掉性命 甚至和天道为敌 和天下为敌 这就是本源之力的诱惑 不可抵挡 石大哥 要是我们运气好 可以得到天道必杀机的话 你会送给我们吗 不得不说 灵儿真的很大胆 要是一般人敢如此对石破天说话吗 天道必杀机 恐怕已经是武技巅峰的存在 这样强大的武技 只要是舞者都想要得到 哪怕是石破天也不例外 单单是灵儿的话 就算是关系好 石破天也不可能送出天道必杀机 不过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灵儿身边有着语音 一个石破天喜欢的女子 一个石破天非常想要得到的女子 放心 这次只要我能够得到天道必杀机 你我三人都可以同时修炼 要是不可以 我会送给你们 小心 大吃一惊 石破天的脸色很是凝重 因为四周突然出现上百头的黑狼 校跃天狼 上百头神兽 其中更是有着一头无上神道境界的神兽 这样的实力 想要对付三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事情 石大哥 你们跟在我身后 对于四周突然出现的上百头校跃天狼来历 石破天怎么可能不知道 除了万兽门的人 有谁可以调动如此强悍的神兽力量 有人想要置自己于死地 到底是何人呢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因为这个时候 四周的上百头校跃天狼突然开始攻击起来 同时攻击 威力不可小视 以石破天的实力 可以无视其他神兽 不过灵儿和羽鹰却不一样 尤其是灵儿 只是封号大地境界 随随便便出来一头校跃天狼 都可以轻轻松松抹杀灵儿 正是如此 石破天取出万兽令 准备号令四周校跃天狼离开 结果呢 万兽令根本无用 无法号令四周的校跃天狼 石破天的脸色越发凝重起来 因为他已经知道 想要对付自己的人 在万兽们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在万兽们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绝对不简单 绝对不简单